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血丹质量参差不齐 一看就是没经验之人炼制的 我想买还能压压价格 二品生血丹虽好 可惜你们炼丹手艺不行 价格我得压一半 别啊 张老 我们炼丹质量很好的 若不信我给你比一场行吗 你也会炼丹 这儿我炼丹最强 张老 这么着吧 若我比不过你 生血丹我一折卖给你 但反之 您按市场价来购买 如何 那封上你不得亏死啊 输了一折 这可是你说的 虽然秦家丹药质量差点 但毕竟是二倾 等低价满下 我就是宗门的功臣 一试开始 就看谁能在半个时辰内 炼出更多成丹 好 我炼丹几十年 在半个时辰内出丹 可是我的独门绝技 我为了能更快出丹 还用上了随身携带的高级丹轮 老大 今天你们秦家 就要做赔本买卖了 这么一眨眼的功夫 清风就把丹药雏形 给炼出来了 这矛头小子 到底是何许人意 而且 他还同时炼制如此多的丹药 他以为是炒菜吗 不过 看他这吃力的样子 应该是一下炼制太多丹药 斗不住了 果然是没技术 还装高手 我只要抓紧时间出炉 那我就是必胜的 出炉 这 这就炼完了 我这才刚开始呢 三秋 你准备的什么锅 一次只能用点五分草药 像囤积的草药怎么用的完 可是少爷 这是我能找到的最大的锅了 我不听 这个月扣你公钱 干嘛 什么 原来刚才炼制时候的表情 是在先锅小吗 这 比赛结果一目了然 哈哈哈哈 清风炒出的丹药居然都是完美品质 而我因为心性被影响 全是坏蛋 不可能 清风 你之前拿出的那批生血丹 明明质量很差 怎么突然能练出完美品质的丹了 啊 之前那些丹 是我徒弟练的 反正我草药多 就要拿给他随便练两丸嘛 呃 我 晚辈 现丑了 什么 二阶丹药 你徒弟随便练手吗 连我们白草门都没这种待遇啊 秦大师 您的丹药 我都两倍加买了 您收我为徒行吗 徒弟我就不收了 不过 我可以教您炼制方法 但我这边有个要求 什么要求 秦大师又要求尽管提 小人有求必应 呐 啊 你把这个仆人给我就行了 啊 我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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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居然当着我的面 要了个女人 呃 呃 我不再是少爷的唯一了 啊 啊 啊 你喝多了 哪儿有喝多啊 你真的只是高掌柜 路上随手买下照顾李末长老的仆人吗 你真的只是高掌柜 路上随手买下 照顾李末长老的仆人吗 是的 秦风少爷 您为何忽然从长老身边要走奴婢 所为何事 别装了路小霜 就算你把皮肤涂黑 我也知道是你 啊 你想做什么 别紧张 我知道你杀了叶家的人 逃出了月瑶仙宫 正在被通缉 而我可以帮你摆脱叶家的搜捕 前世这个叫陆小双的女人 帮过我很多 没有她 前世的我 或许早已死去 这一辈子我定要救她 以报恩情 你帮我 还有 什么叫我逃出了月瑶仙宫 明明是叶家 强行霸占了我的月瑶仙宫 少爷 叶家的纠察队使者 突然闯进来了 终要来击打一个女通缉犯 什么 你啰嗦这么多 就是为了等这一刻吧 这先干掉你 再和叶家的走狗拼命 你 你现在受了重伤 实力不到脆皮九重 根本奈何不了我 你若想活下去 就先听我的 先把衣服脱了 什么 哪能 哪能 巨人报 这要塞多了一个外来的女人 如果被我发现是逃犯陆小双 到时候你们秦家 就是私藏重犯之罪 里面的人 都给我滚出来 谁啊 竟敢搅扰本少爷的好事 我是叶家纠察使 正在追踪逃犯陆小双 秦峰 你床上那人有很大嫌疑 让他把脸转过来 叶家纠察使了不起啊 随便找个理由就能闯我卧房 还说我女人是通缉犯 如果她不是 你怎么办 陆小双身上有重伤 我们一查便知 如果不是 我给你跪下 行啊 叶家纠察使大人可要说到做到 秦峰 我看你怎么死 什么 上头说陆小双逃跑时 留下的伤术无法掩盖的 但此女身上居然没有伤痕 再厕厕修为 哪有修炼痕迹 难道真认错了 这不可能 怎么说 叶家纠察使大人 这女人是不是你要找的逃犯呢 这 她 这 不可能 怎么 是 还不是 其实陆小双的伤并未消除 只是我刚才给陆小双涂上了特制丹粉 掩盖了表皮的重伤 甚至我还给她服用了当今时代还未出现的消休丹 这样叶家纠察使根本查不出修我 我 我先走了 妈 突然闯进我的灵地 还想一走了之 你说的承诺还没兑现呢 区区秦家剑种敢和我叶家叫板 我只是依法办事 你配合我替承诺吗 你这低贱的秦家人最好别瞪鼻子上脸 我连司徒家开荒团都敢全灭你以为你区区一个纠察使我会忌惮 你 你想做什么 你吓到我女人了 我说三声 你跪下给我女人道歉 不然 是你人头落地 要我高贵的皇族给你们这些贱民道歉 做梦 三 二 什么 青蜂这翠体一虫居然有如此强大的力量 习 我错了 错了错了 对不起 这不是挺乖的吗 快回去吧 快回去吧 齐齐大儒 青蜂 你看我身子就丧了 你凭什么说我是你女人 演戏需要吗 一路小双的脾气 打好了我不得为千刀万剐 混账 这秦家太放肆了 真是气死我了 嗯 这是什么 不会这就是陆小双吧 秦枫 你可算给我抓着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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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脸 我美丽的脸 你们敢暗算我 刚才那东西把我的脸毁了 什么 秦枫 我定要让你秦架付出代价 啊 谁害你了 是你把石药放走了 那石药是我们好不容易封印的 放它出去 你可知道会造成多大的灾祸吗 哼 一只石药而已 你能酿出什么祸盾 反倒是你 糟了 石药 石药把停在外面的叶家部队 都杀了 是在这出的是吗 什么 这 怎么可能 我的部队 全死了 糟了 看脚印 石药似乎是往云影镇的方向去了 余老已去迷僧中部开荒 无法归来 说是只有这一只石药 跑去云影镇 或许我还能对付 可石药是有秘技的 上次是我继续制止了石药 没让石药使出秘技 石药应该在云影镇用出秘技的话 可石药酿出大祸的 启枫 是 我现在没空管你 秦枫 三江 目前三丘还在云影镇 飞阁传书告诉他石药来袭 一定保重云影镇百姓 是 陆小双 我现在要去准备对抗石药的材料 接下来 你要全程跟在我身边 我会保护你的安全 保护 此人目的不明 不可轻信 本来还想隐藏身份躲避通缉 但现在假身份 已经被此人识破 看来得想办法 换一个安全的地方了 是 又来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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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给秦家抢去 这次杀个狮妖 也好给我们四大家族 掌掌士气 好 不用阻止狮妖 就把他们放进来 不然我们走 还要开城门 就是我们会死的 都闭嘴 敢违抗三皇子命令者 杀无赦 三皇族大人 狮妖来袭 为什么不让百姓输赛 狮妖 是秦家的剑口吗 一个狮妖都害怕 秦家不愧是最烂的家族 各位 先上了 好 我们助您 不行 狮妖极其强大 狮妖总是打不过的 各位快走 畜生 受死吧 死吧 这不就解决了 狮妖 这就解决了吧 好 好厉害 危险 狮妖没那么容易死 秦风少爷说过 要是不及时封住 狮妖的嘴 她就会发动蜜机的 可笑 大家看看 秦家人怂的那个样 就是 蜜机 狮妖会发动什么蜜机啊 什么 糟了 还事让狮妖发动了 快走 快让百姓们离开 不就是叫了几嗓子 谁也不许走 谁杀死 再抗杀一次不就行了 这 这是新来的狮妖吗 怎么会突然 三皇子 三皇子 什么 今天一击 我便失去了行动能力 这石药 怕是要作射二重 滚蛋 敢对三皇子动手 你竟然伤不了他 这 不妙 糟了 三皇子他们都打不过石药 救命啊 救命 石药追来了 不好 现在再放开让百姓逃跑 已经来不及了 三皇组练 追命 不 不用管我 跟我相亲 快跑 是要交给我新家 不是 现在重头练 之前少爷飞鸽传书 吩咐我要保护百姓 现在这里只能靠我了 我 我会让你伤草百姓的 受死吧 是 什么 快 三九头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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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快 快走啊 别管我 我答应了少爷 要保住城中百姓 趁当少爷到来 就必须要做到 我 好痛苦 我好像快要死了 我们几个受了十咬一击 都动弹不得 秦家一个最尽一筹 遭受如此打击 居然还能战斗吗 三九头领 不行 坚持不住了 我请三九 搜了一辈子 这次站出来 应该没给少爷 丢脸吧 啊 少爷 您来了 浅锋 岐福什么时候来的 他居然去救兴了 他的布相 抱歉 少爷 三 三九 没受住是药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为我们争取了足够的时间 接下来就交给我了 畜生 感动我的神 没用的 秦风的实力虽不止翠翟一宠 但武器都对食药无效 是凭肉身 不可能打过食药的 谁不是忘了 谁是谁制服你的 怎么可能 秦风居然肉身一拳 重伤了食药 方上好强 少爷 少爷 后面 什么 另一只食药会偷袭 果然 这强大的食药 秦风还是打不过的 你就死在这儿吧 秦风 等等 不对剑 但是秦风 还是毫发无伤的样子 终于把这只大的引出来 尊将 抬出翠翠灯 排人了 好 没用的 这只剑本烧不了食药的 出生 给我倒下 哇 太强了 少爷竟一击 就斩杀了食药 总是二宠的食药被一击斩杀 这脆体一众的秦风 哪儿来的实力 哼 我就知道普通武器 对食药无用 所以我带来了准备多日的 脆石丹 脆石丹能燃烧出食药 畏惧的特殊火焰 是我专门为杀死食药炼制的 战斗弹药 这 这食药好像想跑了 看见童类死 现在知道跑了 但三丘的账 没算完呢 你们这群畜生 敢把三丘伤成这样 我必定会加倍奉还 还没完呢 两只食药已死 为何还有更浓烈的妖气逼劲 什么 食药居然全被秦风杀了 秦风又变强了吗 食药好像被秦风少爷解决了 感谢秦风少爷 喂 你们 感谢秦风少爷神威 大家别过来 我闻到还有妖气在四周 并且更加强烈 没想到这秦风 还真有些实力 不过 现在没人注意我 可以趁烂离开 这里 还有食药吗 那是 那是食药王 这食药王目凑有宗师三重实力 各位快进城躲起来 不是 这食药好强 不是被盯上了吗 现在发动修为才可能逃脱 可抓捕的人就在旁边 被他们发现修为 也是一死 横竖都是死 而鹿小双到此 也只能豁出去了 我说过了 任何人都不许伤害我的女人 秦风 我说过我会保护你 不要暴露修为 我 你受了重伤 又是宗师强者 这食药王是被你的血气引来 他想吃你提升修为 所以就算你想逃走 路线也千万别选迷雾森林 你放心 虽然食药王盯上了你 但我会帮你的 他是要 为我去解决食药王吗 翠尸丹上的剑已经没了 那么宗师三重的食药王 只能那样对付了 好快 快走啊 秦风 你为什么要为了我拼命 为什么 妖皇的兽朝快来了 快滚啊 你这没杖力的炼丹废物 秦风 我求你别拖我后腿了 给我滚远点啊 你不会没我保护 都不敢走了吧 可是 小双 可是什么 妖族的目标是你 天下还需要你炼丹 去对抗妖族 经过刚才一战 我已是将死之人 妖族马上来了 我留在这儿 还能为你拖些时间 你快走啊 我 你 你 小双 小双 前述我为了天下藏生 豪弃了你 可最后我却连你和天下一起失去 所以这一世 我 再也不会失去你了 我不会 再离你而去了 他已肉身拱上翠尸丹火焰 为了我而豁出性命 与世妖王战斗吗 你情风 他竟然真的 少爷 居然把石妖王活活打死了 刚才你们队长差点被打死了 你为什么不去帮忙 谁说我们队长要被打死了 我们队长 是在故意借着兵死找感觉呢 现在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在秦枫身上 我随时可以从云影镇逃走 可是 方队 没事吧 没事 只是有点力竭 小双呢 小双没事吧 小双还是走了吗 秦枫由我来扶吧 你 你 你没走 为什么要走 我不是您买下的吗 而且少爷可是说过 我是你的女人啊 其实刚才没了世妖王 我离开轻而易举 但我为何不离开呢 以前在月瑶仙宫的时候 为了成为下一任公主 母亲从小比我强大 起来继续训练 你必须变强 只要在月瑶仙宫 我却从未获得片刻安宁 但这次被秦枫保护 居然莫名 有种让我心安的力量 虽然日后我要为了月瑶仙宫 向叶家报仇 但暂时 就留在他身边吧 少爷 你没事吧 我能有什么山 城外是空旷平原 哪来的影子把我们盖住 那是 那里 什么时候有了一座 像人一样的山 封少在看什么呢 好像是看天 天上啥也没有啊 秦枫少爷是太累了吗 秦枫 我没事 这绝不是幻觉 有些人 刚才那座山凭空消失了 快 快 快扶风少进去养伤 等等 我想起来了 刚才那个不是山 而是传说中的大妖 帝母 怪不得最近 狮妖活动频繁 原来是因为地理的现实 这可是 平面妖城大妖 还有强大的妖族 拥有控制独虫 和狮妖的能力 不仅如此 帝母是善于伪装的妖族 可以伪装成任意地形 它可以是山风 也可以是深渊 且行踪不定 难以分辨 十分难缠 在此 帝母的出现 预示了灭妖城大妖的苏醒 莫非灭妖城的大妖 现在已经完成辐射 即将冲破封印了 我记得在前世 灭妖城大妖复生的同时 帝母也操控独虫和石妖 对人族发动了气息 神族正是因此才元气大伤 无法招架妖族的火血进攻 一步步走向灭亡 可 帝母为何在此时出现了一瞬后 又消失了 不对劲 为了应对日后的好奇 为了提前做好准备才行 几日后 三皇子为了出风头 险些害死云影镇百姓的丑事 传遍了大泽王朝 三皇子那时候可真是 啊 他就做出这种事 而秦锋 以脆体之身 消灭三只宗师级诗妖的战绩 也同样震惊了整个王朝 我演秦锋大人 你演三皇子 不行 我演诗妖都不演三皇子 不 秦家本家得知此事后更是大喜 祖奶奶本想招秦锋日后回京发展 可是 风儿 回来就好啊 这次就别走了 留在祖奶奶身边 谢祖奶奶太爱 但 抱歉祖奶奶 风儿还有试要班 不能留在京城 而且风儿还有两个要求 希望祖奶奶能同意 第一个要求是 希望秦家能建议五大家族 赶紧提升武装力量 对付未来妖族的入侵 你说什么 妖族会入侵 第二 我想获得进入丹阁的名额 什么 秦锋想进丹阁 丹阁 是大泽王朝最大的炼丹势力 规矩森严 一般五大家族的弟子想去丹阁 都要从孩童开始入学 但祖奶奶看在秦锋为家族争光的份上 动用了全部的关系和人脉 还是给秦锋争取了一个丹阁的名额 你可前面 瞧这面声啊 那人是谁啊 不是人是 各位 这位是新来的炼丹弟子 大家好 我是秦家秦锋 秦多指教 姓秦呢 是那个五大家族里最弱的秦家吗 现在丹阁里好像都没秦家弟子了吧 这种野蛮武夫 是想来混个炼丹师身份吗 凭什么他成年来都行 我们可是从小在这里接手训练的 关系乎 五大家族送弟子来丹阁修行 是为了让他们更系统地学习炼丹 成为炼丹师 我来此地可不是为了这个 我是为了拿下丹阁丹井地学之下的宝贝 妖剑洛神 妖剑任主 深藏在此多年 却无人可以拿起并使用 丹阁只能利用洛神义处的妖气 来淬炼学生们的精神力 据说妖剑洛神 曾是一位陨落的古代妖皇的武器 对付妖族有奇效 一旦帝母和大妖戏成 人族只要拿到妖剑洛神 才能有一战之力 为了人族的未来 我无论如何 我无论如何 都必须拿到妖剑洛神 清风 你破例插班就算了 我的课你居然一句没听 这就是你学习炼丹的态度吗 你这秦家的败类 啊 杨老师 我刚才在想 怎么去丹井地学呢 哈哈哈 丹井地学 那可这高阶弟子才能锻炼精神力的地方 你刚入门就想去那儿 做梦去吧 清风 正常学员要三岁苦修到成年 才有望成为高阶弟子 然后才有进丹井地学的资格 你刚来就想做别人苦修十几年才能做的事 我劝你别来蛤蟆想吃天鹅肉了 老实听课 可是老师 其实您刚才教的我也听了 是吗 那就给我复述我刚才教的气血丹的炼制方法 说不出去给我跪下 颜老师万好 我最恨的就是这帮仗着 视力竞耽搁混日子的废物 待会儿看我怎么羞辱他 行吧 既然老师不给我留面子 那我也不客气了 抱歉 您不配我复述 因为我刚才听一回 就发现您说出了二十多种错误 什么 放肆秦峰 辱师可是大罪 你最好说出我错在哪儿 可笑 这秦峰居然说颜老师有错啊 颜老师可是单格杰出年轻单师 你个新人哪来的脸评价 行 但光说没意思 不如我直接练一课给你们看吧 他会练单 我们比他多学十几年 到现在顶多练药业 秦家人是真会吹牛啊 别丢人羡眼了 下台 下台吧蠢货 大罪 待会儿他只要练不出来 看我怎么羞辱这狂妄的小子 唉 老师 您第一个错误 就是怕烧坏药杂 开了小火 什么 他上班就有兆大火啊 小火逼不出药性 而且林耀家的磨磨唧唧 错过了最佳的脂乳时机 什么 他家灵草居然如此粗暴 这是暴殖天物啊 不过看起来 怎么好像有点技术啊 哼 秦峰一定是装枪做事罢了 我都是按流传百年的丹方讲的 怎么可能有错 他一定练不承担 出丹 出丹 什么 这么快 不可能 我练几个时辰才能出六分品质的丹药 你这么快肯定是废丹 静 燕老师 竟然是完美品质 不会吧 这 这秦峰真会脸蛋 而且还是超越了丹老师的完美品质 我不是在做梦吧 丹老师 就这水平 也好意思交出玉人 您还有待提高啊 可恶 你 这家伙居然当中送我颜面 你什么你 想活命 就给我放尊重点 活命 你这混蛋说我活命得看你 敢不尊师重道 我打烂你的脸 你是不是在半夜 经常齐药难耐 还伴随着胸痛 你 傻 你的症状是不是还没有减轻 到现在 反而越来越痛苦 你 你怎么知道 其实到现在你应该已经有预感了吧 你是不是能感觉到 自己已经离死不远了 你 你怎么对我的病 这么清楚 什么 听着花生料理的严老师 知人的那种命 本来你态度好点 我还有办法治您这病 但您上来就针对我 那我还是算了 这 清风 清风大人 求求您 求求您救救我 你开什么条件我都愿意 这就是你求人的态度 您之前 可是想让我跪下 我 什么 清风这一次 清风少爷 我错了 对不起 请您救救我 哼 这还差不多 改天我会写个药方给你的 谢谢 谢谢清风少爷 感谢您大恩大德 清风居然真的会练丹 而且居然让阎老师磕头道歉了 大哥 这新来的小子 是不是有点太装了 咱们要不搞搞他 行 就让他见识见识 谁才是班里的老大 终于下课了 虽然现在我还没资格去担紧地学 但先去看看地学在哪 哟 小子 来了 今天你在学堂上表现那么好 过来和大家认识认识 我记得几位 好像是我的同班同学吧 这是什么意思 哼 要知道三皇子 可是我们吴江大哥的堂哥 新来的 你要想在咱班混 就得舔我们吴江大哥的鞋 而且我可是脆体三处 如果你今天不想变残废的话 最好老是过来舔鞋 哼 原来是三皇子亲戚啊 我说怎么看起来这么眼熟呢 哈哈 要铁了 要铁了 果然三皇子一搬出来 谁都得败倒在我们吴江大哥的脚下 什么 我的脸 吴江哥 脆体三重算什么祸死 也敢在我面前住 上 都给我上 干脆吴江大哥 快去打断他的手脚 杀 想打断我手脚吗 那我 也只好以笔之道 还之笔生了 我好痛 你们接着上 是 来 拿 来 多 crust 这很辛苦啊 哼 年轻人身体就是好啊 到头就能睡 Ein 富 bum 能强过我三重吗 今天不屑你一条腿在这儿 我就不信意 有看头了 叶无疆可是耽搁出了名的 断肢恶霸 今天又有人要变成残废退学了 叶无疆 你又在迫害有炼丹天赋的人了吗 我劝你赶紧停手 要再敢恶意伤人 我将带你去执法堂审判 哇 没想到易雪蓉学姐居然来了 学姐最爱保护弱小 清风不会逃过一劫吧 易雪蓉 你不过是在学院里有点职位 但你以为你能管住我叶家人 今天我话就放这儿了 今天我就要把他砍成残废 没人拦得住我 叶家秘质 乾隆大刀 有戏卡路 叶无疆你赶 什么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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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你怎么了 好疼 来人呢 谋杀了 有没有人逛一逛的 我这招都当里面用那么多变了 怎么就不长记性呢 各位都看到了 是他先砍我的 我只是作为反击啊 什么 脆体三重的叶无疆 居然被清风这样解决了 而且 他是一人干爬了叶无疆的帮派 脸蛋是向来不善无道 脆体三重的叶无疆 是我们执法堂都头疼的存在 这牺牲秦峰居然 秦峰同学 你现在惹了叶无疆 你要是愿意 可以加入我的执法堂 我们可以保护你的安全 什么 执法堂从不受难 还全是美女 而且 一旦进入执法堂 病人就不好动她了 这秦峰该有多爽啊 谢谢你的好意 不过我比较喜欢一个人 哦 执法堂 他居然看不上 一眼瞎吗 没想到秦峰 不仅能练制完美气血丹 还擅长武技 我们执法堂就需要这样的人才 不行 我一定要得到秦峰 丹井外原来是这种感觉 这就是腰间落神的威压 刚才了解到 想要进入丹井地时 得先通过测试成为高级学员才行 三天后 就是三年一届的高级学员测试了 为了应对日后大妖复生 我必须加快拿下腰间落神了 什么 你认真的 对 不管怎样 我都要参加高级学员测试 你想什么呢 高级学员测试 必须在丹阁待了15年才有资格测试 你才来几天 你 你 丹老师 我不管 你要想我把你的病治好的话 就给我搞到这个机会 否则 好 好吧 我想起有为单格的长老 一直对我有好感 多谢丹老师 但 但我不能保证 一定能成功啊 什么 参加高级学员测试 可是要三岁进丹阁 苦修15年的学生才有资格 那个新生秦峰才来几天就能去 凭什么 那 就是 对啊对啊 我虽然也通过叶家的关系 来这三年就能参加这次高级学员测试 但凭什么秦峰才来几天就行 你们气的 是那个拒绝雪柔邀请的秦峰吗 此子才来几日 就获得我们十几年才有的机会 各位心中肯定不服 而且秦峰敢勾搭我看上的女人 我一定要让她在单格名誉扫地 而且秦峰敢勾搭我看上的女人 我一定要让她在单格名誉扫地 正好我是这次测试的审核员 如果这次秦峰能通过测试 我就当着大家的面 给秦峰跪下 哼 太好了 让秦峰滚回家去吧 铁江是单格格主之子 权势极大 而且谁都知道 他在追求医学柔 这下秦峰死定了 吴江 三皇子那边听说你被秦峰打了 来信让我照顾你 这次我也会让你扬眉吐气的 哼 谢铁江大哥 三年一届的高级学院测试又开始了 高级学院是每个学院的梦想之路 意味着距离成为真正的炼丹师 更进一步 而且成为高级学员 也意味着能在单格里 获得更多优质待遇 希望大家努力表现 能在测试中做出好成绩 你看 他就是那个走后门来考试的秦峰 就是他 看起来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嘛 哼 没想到还能参加十万年前的炼丹测试 不知这个时代的测试难度是怎样呢 第一关是测试各位的炉火控制能力 你们要尽可能展示控火技巧 我和教师团会亲自观察 表现优异的人中有一半会晋级 那么测试现在开始 快展示啊 有我们看着呢 赛前铁匠大哥告诉我 他对秦峰的炉灶做了手脚 而且他加强了我的炉灶 这次我将拿回上次被秦峰打掉的脸面 哇 看叶无疆那儿 好大的炉火 这是有一米高吧 比其他血缘都高多了 嗯 技巧确实不错 后生可畏 我的炉火现在是全场最旺 而秦峰的炉灶被铁匠大哥动过手脚 现在一定球台摆出了 那火有四五米吧 什么情况 秦峰的炉火不是被我调成最小火了吗 这个时代的控火树还这么落后吗 最高的才一米 我明明只发了一点点力啊 不过本单神的控火树天下第一 但凡给我一点点火 都可以玩出花 这什么玩意儿 不是说被动了手脚了吗 怎么还有那么大的火啊 控火成龙 这秦峰的控火树好强 或许在我之上 太厉害了 血缘 可恶 不能让秦峰 在血缘面前出风头 不许 我要求淡婷 那个秦峰能控出这么大的火 应该是我炉火检查失误了 我说怎么那么大呢 你去解决一下吧 是 叶无疆 你去和秦峰换一个炉火 是 秦峰 师兄让我们换个炉 想 肯定是我给秦峰的炉火调错了 让给叶无疆好了 各位 接下来看我出手 肯定比秦峰那玩意儿更大开眼界 好啊 现在有了这大炉火 大战身手的就是我了 血缘 接下来 多注意叶无疆 叶无疆 他不是个不学无术的顽固吗 不不不 叶无疆 可是我亲自调教出来的优秀师弟 你看好了 他肯定比秦峰强的 来吧 现在全场瞩目 到我一鸣惊人的时候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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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火炸炉 这 就是你教出的优秀师弟 这只是失误 雪柔 其实那秦峰也不强 只是他之前炉造好 给他占到了便宜 你看他现在 那 那是 是秦峰扣住的火炮啊 秦峰这次比之前还厉害 怎么换完 还更大了 没想到叶无疆人还挂好了 刚才我那炉火太小 只能空出小火龙 现在炉火大了 凤凰也能玩了 嘿嘿 好 简直是惊为天人的控火之术 怪不得能让严老师 破例为你请求进来 这场比试 秦峰是名副秦师的第一 确实 秦峰的控火之术 简直美得让人沉醉 雪 雪柔 你在胡说什么 好了 第一项测试结束 剩下的半数人晋级 接下来的第二项测试 是斗丹赛 斗丹赛需要测试者控制自己的丹药 躲避高级学员控制的铁球 到最后 但要没被铁球撞落地者 就能成为高级学员 不 高级学员出场了 你们要努力躲过我们的铁球 雪柔居然对秦峰有那么高的评价 那我定要让那个秦峰狠狠出丑 起 行 练丹是经典游戏 斗丹大赛是吧 那本丹神就给你们玩点有意思呢 好 现在所有参赛者丹药炼制完毕 那么 比赛开始 不好 我的丹药被砸碎了 我的也是 我的丹药 我这么快就被淘汰了 这次的铁球也太快了吧 不好意思 我为了让秦峰这次颜面尽失 我选择了威力最大的铁球 而且 这还只是开胃小菜 让秦峰出丑 才是我接下来的重头戏 那么 秦峰的丹药在哪呢 那是啥 怎么还没人来打我的丹药啊 我丹药这么大 还不明显吗 那 是丹药吗 别人为了躲避 做的都是小丹药 他连那么大 是想到活马子吗 没事 秦峰这样明目张胆 只会让他成为重视之地 所有人都让开 不要亲自拿下那秦峰的丹药 去 不好 铁药可是准二瓶炼丹药师 秦峰这次的测试 怕是要到此为止了 谁控的小破球啊 没吃饭吗 秦峰炼的弹药是什么玩意儿 比铁还硬 秦峰总有那么多新奇的招数嘛 不愧是我看上的男人 雪柔又在说什么乎话呢 去 都去给我打下秦峰的丹药 谁能打下 我重重有赏 是 不好 他们想合力把秦峰的丹药 压制到地面 那么多高体学员合力 秦峰是必输无疑的 是吗 什么 秦峰把我们的铁球撞碎了 啊 他的丹药 还好吧 无损 这是磐石丹 炼出来比铁还坚固 本是最没用的丹药 但却是斗丹赛最无解的存在 今天 就当给这帮炼丹原始人开开眼了 去 不好 他居然开始炼杀我们的铁球了 快跑 被雪地干碎了可太丢脸了 我的乖乖 我没看错吧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雪地丹药 追着高级学员的铁球打的 注意太强了吧 没想到 秦峰居然比我想象的还要出色 雪柔 不行 不能再让秦峰在雪柔面前出风头了 我说什么 你要让她的丹药落地 秦峰的丹药怎么停住了 既然打不过丹药 那我就直接去操控秦峰的丹药落地 是谁玩不起 想控制我的丹药吗 那么想控 那就送你好了 什么 这 这丹药怎么朝我来了 我躲 雪柔 雪雪 糟了 我躲开了 但忘了后面有雪柔 救命 秦峰你 什么 秦峰居然救下了雪柔 哎呀 这位师兄 你暗中控我丹药就算了 没想到连我的回击都让女孩来接 你还真是莫夫啊 你 你说什么 什么 原来刚才秦峰的丹药是被人操控了吗 秦峰 这么多人在这 你凭什么说我控制你的丹药 而且 丹药已经落地 你现在已经收了 是啊 秦峰 这里这么多人 你怎能说瓦尔铁药控制了你的丹药 雪柔 我看秦峰是在诬陷我 分明是他故意出手想袭击你 来博得你放心 啊 没想到秦峰居然是这种伪君子 我去 哼 秦峰你败了 此次测试作废 而且 你还当众诬陷我 我要你 哼 说我诬陷你 但若是我能给出你暗中出手的证据呢 各位可知十神术 十神术 这是何术法 我未曾听过 阁主若是不知的话 我可以把此技法告知大家 这功法就是 您现在应该已经掌握了功法 假设您买了一位炼丹大师的丹药 但您想知道丹药是不是他炼制 就可以发动十神术 因为丹药上 会有残留的精神力 这时只要发动十神术 残留的精神力 就会回到本体 到时就知道是不是本尊炼的 行 功法我已经会了 我来试试真假 看 我的精神力回来了 而另一股 好像是铁江师兄的呢 这 我 我 这都是假的 是秦风的诬陷 你此 身为阁主之子 暗中使坏 真是丢尽了我单格的脸 明明是你诬陷 还敢倒打一耙 还不快给秦风道歉 我 我当着血柔的面 给秦风跪了 什么 阁主还真让儿子 给秦风道歉了呀 阁主真不愧是 出了名的甜面无私 抱歉 秦风 都是我儿子的错 你的测试成绩不会失效 并且你还是有史以来 第一位在测试上 得到最优的血缘 谢阁主 什么 最优 自从当格成立以来 从未有人得到过最优吧 父 父亲 秦 秦风 你平常喜欢吃什么 我除了不爱吃鱼 其他的都不挑 好 好的 这娃子干啥呢 什么鬼啊 一却柔曾说过 他若是喜欢谁 就会给谁做饭 不 雪柔 这 是在表白吗 这比杀了我还难受啊 这帮人又发什么神经啊 现在成为了高级学员 终于有去地学的资格了 果然这一块都是高级学员呢 师兄 我想问一下 这单井怎么下去 有什么规矩吗 谁啊你 你配跟我成熟道地 你不知道我是谁 这儿的唯一规矩 就是想下井 就得买我的单符 如果不买 你就是准备去下面找墓地了 请问这是为何 为什么 大家都来看看 这儿来了个傻子 单井地学内镇压了一个邪物 不断地散发出强大的妖体 寻常人进去 只要一注相时间 不死也封魔了 所以 为了在地学里坚持得更久 锻炼更久的精神力 都得穿我射涕的单符 能让你在单井多待一个时辰 原来如此 你这一件单符多少钱 我卖单符 看演员 顺眼不要钱 要是你买嘛 一百万斤 一百万斤 谁买得起啊 这不等于是在说 齐鸿永远别下井了吧 其实 一件单符最多也就一万斤 但铁匠特意叮嘱过 要好好照顾秦峰 怎样 买不起了吧 像下来的土包子 买不起就给我滚 滚什么呢 你也配跟我叫唤 我 我的手端了 一百万斤而已 谁买不起啊 什么 这 这是百万斤的银票 用皇家改章 货真价实 最穷的秦家势力 能这么有钱 我在迷雾森林卖的灵药 赚的钱可不止这些了 你要真想买 也不是不行 你先把钱给我 没想到 这秦峰这么有钱 这单符不如就卖给他 我赚的更多 谁要买你的垃圾单符啊 平票我就是给你开开眼 单符 本少爷不需要 什么 他这是想不穿单符 下地瘸吗 要知道 敢不穿单符下去的 只有铁盒割住啊 这就是 妖精落什么妖气吗 怕了吧 想下去就老老实实回来 给我磕头 求我卖你单符吧 是吗 什么 他居然跳下去了 妖气蛊惑人心的力量很强 假如一个人不加以保护 长时间被妖气侵蚀 就会封了神志 但我可是单神 前世就是靠着一手强大的精神力 达到单道巅峰 虽然如今的精神力 还未回归到前世那样的极致 但这妖气 云奈我何 不可能 他竟然一下下去失曾了 而且 妖气怎么不靠近他 很好 有精神力的阻挡 妖气侵蚀不了我 那是 那傻子逞能 居然下到十五层的禁区了 要知道 景区可是有妖物的 他现在死定了 这植物鞋的妖气 难道这是植物类妖手 魔鬼藤吗 魔鬼藤依附妖气成长 下一屯是血肉 凶悍无比 如果让魔鬼藤 肆无忌惮生长 一旦成精 魔鬼藤可以坐到方圆石里 屠杀殆尽 现在我 只能 那傻子为了出风头死了 放开 什么 他居然挣脱了 只居魔鬼藤 也想困住我 什么 那秦风 不仅挣脱了妖物 还硬生生往下砍了三层出来 要知道 割主当年 也只清理出了两层啊 不愧是魔鬼藤 居然逼着我使用那股力量才能清除 如果当井地区 一共四十九层 下方还有三十一层布满魔鬼藤 想拿到下方的腰间落神 感觉靠武力清除 不是办法 他 他居然 活着出来了 我记得魔鬼藤 小血肉 这样的话 似乎可以去找割主解决 不可能吧 割主花了几十年 才下到丹井十五层 但他不仅第一天 就下到了十八层 还清除了后三层的妖物 并且 好法无伤地出来了 这秦风 究竟 是什么怪物 什么 秦风学员 你要让我每天放一大车的凶兽血肉进学院 是的 哥主 您只要看每天放一车凶兽血肉进来 我就能帮您把丹井地区下方的妖物去除 又来了 每年都有几个血气方刚的学员 说能去除妖物 结果一去就永远留在了井底 可是割主 我已经去过 够了 要知道我下到禁区十五层 都已自顾不暇 你们这些心生 莫要狂妄自大 割主 有学员破您的丹井地学下潜记录了 谁 是谁破了我的记录 是一血柔吗 秦风你在啊 割主 我说的正是我的这位学生秦风呢 严老师好 啊 他不是刚获得进入丹井地区资格的新人吗 是的 秦风不仅只花一天的时间就下到了十五层 还往下开辟了三层 什么 十八层 秦风 你 你真的吓到了 十八层进去 还能全身而返 割主 不全身而返 我还能站在这儿吗 所以凶兽的是 准了 但你得告诉我 你一个新人是怎么做到的 好的 这车是干嘛的 不知道 难道说 才过去一天 这秦风又要下井吗 正常人受妖气冲刷 都要间隔一个月才能缓过来啊 我为了获得每天下井的机会 刚才可是给阁主送了份大的 但为了落神 这也值了 才过去一天 没想到魔鬼藤又掌握了许多 魔鬼藤想吃凶兽 但上来的速度却变慢了 是因为被我打过 在畏惧我吗 正好 魔鬼藤 你们想吃这凶兽血肉是吧 你若想吃 就得听命于我 每天给我让开下一层的道路 不照做 不仅凶兽吃不到 我还会把你打到福气 很好 魔鬼藤能听懂我的话 说明这魔鬼藤 长出了灵质 这样的话 我或许可以试着 把这魔鬼藤驯服 给 吃吧 魔鬼藤 我明天还会来给你们送吃的 今天让开的道 明天不许长回来哦 若是能成功驯服魔鬼藤 那倒是不仅能拿到井底的落神 还能得到魔鬼藤这个可以成长的高阶战力 真是一举两得 可恶 听说秦风又在学院出风头了 血肉似乎还要给他做饭 不过那又如何 他再强能强得过我 我可是丹阁阁主之子 未来丹阁的接班人 等日后我接班丹阁 在我的权威之下 血肉定会重新发现我的好 父亲的议会厅这么晚了还亮着 是在开会吗 这次召集各位长老商议 主要是商量丹阁接班人一事 接班人 这是在说谎吗 目前大泽国的丹道还处于起步阶段 若把丹阁传给我不成器的儿子 或许大泽丹道会就此沉寂 所以我想向大家商议 把丹阁之位传给秦枫如何 什么传给秦枫 阁主 这样不妥 就算您舍得退位上嫌 但那秦枫有何德何能 是啊 他只是刚来丹阁的新人 对 没事的 秦枫一个外来人 对丹阁没贡献 是不可能接班的 但倘若秦枫赠予了我们丹阁一张六品丹方 并且他还有个深不可测的炼丹师傅呢 什么 六 六品丹方 真的是六品丹方 我们丹阁几百年历史 最高都还只有一份五品丹方 六品丹方 我都闻所未闻哪 让我看看 而且能随手给出六品丹方 那秦枫的炼丹师傅 怕是位大人物 我们必须结交啊 是啊 那么为了大则的丹道传承 将丹阁传给秦枫一事 我们全票同意 什么 父亲他们真的 是算了 之前为了证明我的实力 随手给阁州写了张六品丹方 但我今天才想起来 这个时代最强烈的丹药 只有五品 我一下给出六品 是不是有些话时代了 魔鬼藤 出来吃饭了 还是老规矩 不错嘛 为了几天 都会自动老实让到了 还一下让了两层 这几天没白味啊 这魔鬼藤 开始有些亲人了呢 只要每天保持喂食魔鬼藤 等魔鬼藤把地穴下层全让开 就能拿到腰间落实了 好了 我得走了 明天见 不过 要是想应对接下来的灭腰城大腰复生 目前我脆体一虫的修为 肯定不够用 看来得抓紧时间炼制丹药 助我突破修为才行 行 混账 可恶 田江大哥 我有秦枫的消息 什么 又是秦枫 又是他捉疯到的消息 就别说了 秦枫现在都是即将接受丹阁的人了 我不想再听到他的好了 不是 我刚才发现 秦枫从丹阁拿出了 价值几百万斤的灵药 正偷偷往后山跑去 几百万的灵药 什么人买得起 想必 这一定是他在偷灵药 什么 好好 这个消息太棒了 一旦秦枫偷盗的事情传出 秦枫还怎么能做丹阁的传人 只要能把秦枫抓个现行 那丹阁还能回到我手上 走 走 我们去把秦枫绳绳之以法 去 怎么了 这么晚叫我们出来何事啊 发生什么事了吗 各位 我发现 我发现秦枫盗窃丹阁 价值百万的灵药 前往后山 现在我带你们去抓秦枫一个现行 是的 到时候抓到秦枫 我这个未来丹阁阁主 都会进大家一宫 还有这种好事 早看得秦枫不爽吗 原来是小偷啊 走 去抓他 走 我当正义之士 这就去逮捕偷窃之人 秦枫 就你还想抢我的阁队之位 看我今晚 就让你身外凝裂 为了能练出快速帮我突破的六品丹药 躲到这后山链应该没事吧 毕竟在这个时代 练制六品丹药 是一件惊世骇俗之事 最好还是不要让人知道 还好这六品丹药 练起来颇简单 花不了多长时间 找到了 他在那儿 快把他围住 别让他跑啊 秦枫 没想到 你居然敢偷单格 价值百万斤的灵药 现在被我抓了个现行 你可知罪 是来找查的吗 死到灵药还无视我们 看来这贼人是不想认罪了 抓住他 通告 各位 大家立功的机会到了 秦枫 你给我死 什么 这秦枫居然能一边练单 一边战斗吗 秦枫来找查立威 可不能低了面子 所有高级学员 跟我一起上 是 现在这么多高级学员 秦枫 你打得过吗 秦枫 糟了 我来晚了 秦枫要背 什么 一帮杂损 非要上来逃打吗 什么 怎么下面有两身秦枫 对付你们这帮娇生惯养的 我一个残影就够打你们了 什么 秦枫的武器这么强吗 光是残影就把我们打趴了 可恶 只能提高奖励了 丹阁的同学们 你们还无动于衷吗 今天你们只要拿下秦枫 我作为丹阁未来的接班人 不仅会给各位寄功 还答应 只好给你们每人一千斤 我 好嘞 有未来哥主这个话 我们就放心了 秦枫 能用残影大人算你厉害 但你敢同时对抗学院的所有人吗 现在全院对你失业了 到时候就算你打赢了 也要被全丹阁脱剃 住手 爹 铁阳 你们在做什么 爹 这秦枫 偷到单个价值百万金币的灵药 我们在这一起抓他呢 困账东西 秦枫哪有偷到 这都是我亲自代表学院送他的 什么 送他的 什么 这不可能 秦枫代表他师父 赠予丹阁一张千斤难买的六品丹方 丹阁回赠秦枫的灵药 不过几百万金 根本不作为报 什么 六品丹方 唐吉市上 还有六品丹方 爹 丹方肯定是假的 他一个落魄金家 最可能有六品丹方 他一定是骗您的 怎么不可能 你睁开双眼好好看看 秦枫此时 就在炼制六品丹药啊 这是什么 这 这不是寻常炼丹产生的幻象 这是丹灵 传说从六品丹药开始 炼制成功都会汇聚天地灵气 出现实质化的丹灵 与死如生的龙行丹灵出现 这不是六品丹药还是什么 也就是说 秦枫 秦枫居然是六品炼丹大师 什么 这都比阁主还强的普及啊 我们能在有事之年 有幸光摩都用丹药的炼制 这是三众有幸的 没想到 没想到秦枫 居然如此深藏不落 秦枫大师 我们 我们能继续观摩您炼制丹药吗 只要阁主儿子不惹事的话 各位请便 所有人保持安静 静静观看秦枫大师炼制丹药 若谁胆敢扰乱 就当众逐出丹阁 是 完了 想不到秦枫年纪静静 居然能炼制六品丹药 但丹阁 不是天地要传给他了 要出灯了 来 完美品质的六品丹药 成功了 完 完美品质 不仅是六品丹药 还炼出了完美品质的六品丹药 秦枫大师 你真是旷世奇才呀 秦枫 太强了 各位过奖了 这些技巧 不过是向我师父学的罢了 本想在学院低调行事 结果这下 是完全藏不住了 秦枫大师 如今您的实力 已让整个丹阁心服口服 铁荷 正有一事相求 阁主何事 快快请起 我知道您师父不愿露面 但您亦有炼丹大财 丹阁的未来 正需要您这样的人才引领 所以我想问 不知您可愿 接下丹阁阁主之职 这 我没听错吧 铁荷阁主要把阁主职位 传给秦枫 爹 丹道意图 打者为师 我在丹道的领悟上 已经到了极限 而您的实力 已远远超越了我 秦枫大师 如果您能接受丹阁 将会对整个国家的炼丹事业 都大有必义 请您一定接下 阁主 前世记忆里 铁荷是丹阁的最后一位阁主 虽然前世的丹阁 最终在他国的丹道 冲击下消亡 但那时铁荷为了保留 大泽的丹道 以身赴死 最终以生命的代价 给国家留下了 丹道传承的种子 前世我也是受益于 铁荷留下的丹道传承 之后才一步步发展 成为了丹神 承蒙阁主后爱 如果是为了大泽丹道之传承 我请家秦锋 就此接下阁主一职 我定会将大泽丹道 发扬光大 太好了 各位 日后我铁荷退位为长老一职 而秦锋 就是丹阁新阁主 也就是说 秦锋现在是新的丹阁阁主了 这也太突然了嘛 但秦锋确实有着实力啊 是啊 他当阁主 我服啊 秦锋 好了 新阁主上任 还不拜见新阁主 拜见新阁阁主 秦锋 诸位不必客气 秦锋定当竭尽全力 铁匠 对于你没搞清楚事情 就诬陷秦锋阁主一事 罚你日后每日为阁主 运送凶手血肉来赔罪 我 我不再是阁主之子了 我还要给他当杂工 那不是曾经的单阁阁主之子铁匠吗 今天又来买肉了 从高位掉下来很难接受吧 买肉的小杂工 可恶 现在我不仅是去未来阁主之位 臭事还人尽皆知 秦锋为什么运气这么好啊 铁匠公子 请问您需要帮助吗 别来阴阳怪气 我晕肉无需帮助 让开 不 铁匠公子 我说的帮助 是能帮您杀掉新丹阁阁阁主秦锋 扶持您成为下一任丹阁阁阁主 少秦锋 你是谁 外头耳目多 如果您需要帮助 可敬来商议 你们 难道是 这帮 好像全是宗师进强者 你们 到底是什么人 我们 是山鬼一族 阁主 马上就是招收新生的日子 倒是您一定要为我的班级 多挑好学生啊 好了 阎老师 快回去吧 大晚上的 你留在我房内 被学员看见了 我多少张嘴也说不清啊 是 请阁主好好休息 我一当阁主就变脸现殷勤 这嘴脸 阁主 阁主在吗 怎么又有人来啊 阁主 看您日夜操劳 我 给您准备了夜宵 谢谢雪茹学员 辛苦了 这娃子怎么又送啊 一天三顿的赶着给我送饭 阁主 雪茹还有炼丹哨的问题 要找您请教 你这些问题吗 阁主 我一边为您一边说 这还怎么说呀 可算打发走了 一不小心当上阁主 这事情可还真多呀 不会如今距离灭妖城大妖复苏的日子 不到一个月了 为了应对大妖 我现在的脆体衣橱修为 可就不够用了 之前的这枚龙巷丹 就是为了提升我修为而令 可无负作用 帮助武者大幅提升修为 虽然龙巷丹才要吸取 但好在有挺喝阁主 帮我凑齐了药材 现在就试着突破修为吧 哼 本来的目标是突破到脆体五重 但结果丹药效果太好 突破到脆体九重了 现在只要再拿到落神 就由于大妖一战的力量了 今天是招生日 我已经把招生的事安排下去了 之前为了某个人这么多钱 请是应该能下到今天 灭妖城大乱在即 今日必须拿下妖剑落神 今年来报名的新生很多 应该能为秦风阁主 挑出优质学生 那些是什么人 我是丹阁高级学员 能来预选的名单没有你们 你们是怎么进的 杀 杀人了 易选辈 小金 你们做什么 没什么 我们只是想知道 秦风和铁盒在哪 你们问这个干什么 我们是来娶他们狗命的 魔鬼疼 今天也吃好喝好啊 今天终于来到井底了 那就是 妖剑落神了 这里的妖剑非常浓 以我的精神力 直到开始觉得吃力 但如今时间紧迫 已经无法再等 你也说什么 你也想拿下它 这妖剑 故于浓灭 谁知居然在没有兵死的情况下 你妖剑 就逼出了我体内的那颗粮后体 你本就是妖 何须护体一手 我 就是妖 是啊 你本就是妖 面对妖剑 有何须护体 是啊 妖才是我原本的样子 与生俱来的东西 我何须去吧 我生来 是我先为了带领妖族灭世的 我要杀光所有人族 糟了 妖剑就不住自己的思想了 我 我恢复神志了 你是魔鬼藤的本体吧 是你救了我吗 救救 救救 没想到经过多日对魔鬼藤的喂养 他似乎是把我当作了父母 在危难时吸走了入侵我体内的妖气 若真是如此 魔鬼藤会是我取走落神医大助力 魔鬼藤 你能再助我一臂之力吗 就这 好 一起把剑拔出来 太好了 妖精落神 终于拿下了 刚才妖剑落神霸道无比 只有落神者 足以对抗超越自己一个大境界的大妖 而前世纪 附生的大妖和地魔 都是宗师境之上的虚空境 我本就能对抗宗师 现在有了落神 我和这些大妖 也有一战之力了 不过据说落神是一把散发妖气的妖剑 为何我把妖剑拔出后 落神就不散发妖气了 难道落神是臣服于我了吗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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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爹呢 现在来这儿 要是暴露了我们串通仪器的事情 当心最后我不分你们钱 知道吗 你真以为我们山鬼一族 是为了你们丹阁那点好处 哼 蠢货 其实我们是为了杀光丹阁之人 断掉大泽的丹道传承 好让大泽的丹道 走向抚灭 喂 蛋阁那铁盒和秦枫 都给我听着 啊 虽说现在还没抓到你们 但你二人若不赶紧出来 我没过十处 我没过十夕就会杀掉这里一人 直到你们出现 什么 放开他们 我知道你们想做什么 要杀要寡都冲我来 别动我的血缘 都跳蜡头 主动出来送死 你用血缘威胁就出来了 你还真是个好阁主啊 铁盒 好 好 好强 还以为我纵失一冲 还有一战之力 但这帮外来人 居然都是纵失一强者 老阁主都出现了 新阁主秦枫呢 不敢出来吗 若再不出现 我可要让这前任阁主 激活阁主 这帮人 来耽搁做什么 秦枫阁主来了 哼 没想到 翠体九虫 居然能击飞宗师一虫 你这秦枫 还真如传言一样不简单呢 秦枫 他们都是宗师强者 我怀疑他们是来毁灭丹阁弹道的 你赶紧逃 你逃后 还能在别处重建丹阁 你若和我们死在这儿 打折丹道就完了 想逃 别做梦了 放心吧 铁和前辈 我不会让大泽丹道 断在我这儿呢 是吗 那我们可是 难道终结者 不过是几个宗十一种儿子 平时 是 色舞田里 已经不够看了 哇 什么 清风 居然一击击杀了三个宗十一虫强者 你一个大则人 敢杀我们山鬼一族 全给我去杀了他 秦风小心 这么多的宗石井 你不一定打得过 别担心铁河前辈 对付这帮喽啰 甚至都不需要我出手 九九 上 什么玩意儿 也敢放出来与我们为敌 什么 老师 这里 好痛苦啊 这 这是 这是什么生物 我想起来了 这是妖物魔鬼藤 秦风 你这是说服了魔鬼藤吗 是的 这小家伙 就是魔鬼藤本体 虽然啾啾现在 只是临着初开的魔鬼藤 但已经拥有了 宗石五重的战力 对付这帮宗石一二重 根本不在话下 不好 这小小丹阁 居然也有妖兽吗 快看 门事 这 这是什么怪物 那 那是 宗石九重的大妖 原本觉得 只是杀一帮炼丹呆子 没必要动用我做训养的妖兽 但秦风 你可真让我意外呀 我便恩准大折 死于你一个体面的司法吧 秦风 小心 别担心 别担心 他敢拿妖对付我 算是他撞枪口伤了 反正我计刺 放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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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什么东西 怎么会有那么强的妖气 强大道 我主的裂空大蛇 都只能颤抖归地 你 那 那股熟悉的妖气 难道秦风你 拿出了丹井底部的妖剑落神吗 哼 现在 你知道我们耽搁的实力了吗 我祖宗师 九龙妖兽 居然被一剑杀死了 我给你个机会 告诉你们这伙人来此的目的 我还能放你一条生路 哈哈哈哈 你想什么呢 我山鬼一族 岂有贪生怕死之辈 就算是死 也要拉你剑备 啊 啊 啊 真是冥顽不灵 谁老人叫山鬼一族吗 各位 丹阁内还有这帮人的余孽吗 没有了 全崔阁主你杀了 啊 秦风阁主 居然以一己之力 击败了宗生集团火杀手 太帅了 对啊对啊 秦风 敢以为你在丹岛上的造诣 已经够让我惊讶的了 没想到连武道 也让我望尘莫及 阁主 这镇压在丹井里的妖物 你怎么拿到的 可你跟我们讲讲啊 阁主 你也太巧了 哈哈哈哈 这件事之后再谈 咱们先处置好 这次丹阁动乱吧 事后经过秦风调查 查出了山鬼一族的信息 原来这伙人 是已经死去的铁浆 带入丹阁的杀手 而这帮山鬼一族的身份 是千年前被大则 流放到国境之外的囚犯口袋 千年前 这帮囚犯因妄图分裂国家 而被大则放出 他们在国境外的野蛮荒原 被迫过上了 如毛淫血的生活 但千年过去 残酷的环境 让他们获得了强悍的体制 并在长期和妖兽的战斗中 学会了驯化妖兽 如今 他们已在境外荒原 建立起了山鬼一族 其势力堪比小型国家 而山鬼一族 对大则的恨意 积攒了千年 他们的目的 就是想对大则复仇 让大则覆灭 也就是说 大妖一事还没解决 而大则的边际 又有山鬼一族在作祟了吗 不过现在灭妖城 大则复生在其 必须把主要经历 放在大则上了 数日后 京城 大妖复苏之日到来 最近这秦家的境界 有些频繁了 三番两次建议我们 带领军队和百姓 离开京城 说什么防止灭妖城大妖 来京城作乱 残害生灵 可笑 那大妖都死上百年了 能复生 是什么无稽之谈 父王 我看那秦家 莫非是想让我们 把驻扎京城的兵力引走 趟趁机拿下黄都 你说那秦家 曾差点借着开荒大理杀了你 却又谋反迹象 禀告陛下 京城外的灭妖城里 忽然出现了一座 奇异的大山 好似神佛将士 神佛 神佛 传作荒城 怎会出现神佛 不是神佛要在灭妖城 降下恩泽吗 父王 如今秦家 为何想让我们远离京城 我看这就说得通了 神佛恩泽 可改变家族气影 许是秦家 早已预测到灭妖城 会有神佛出现 他们便想支开我们 不占恩泽 这么说 秦家是想不占这份恩泽 把我们叶家 从王位上打下来 那还等什么 恩泽是真是假 我们过去一看便知 父王英明 这真是 真是神佛将士吗 父王 你看那边 秦渣人果然早已在死 等候神佛恩泽了 秦家秦渣 你们在此做什么 陛下 臣再三禁见 说此地危险 您怎么还来了 我族秦枫曾告知 今日灭妖城 会有大妖附生 那我是京城大祸 还向陛下远离 秦枫 你们差点害了我儿的人 能信吗 看见秦家 本明是想私存下 这神佛恩泽 我命令你们赶紧离开此地 从中就视为造反 是 陛下 父王 不如赶紧召集武术成员 来祭拜神佛 好接受神佛恩泽 好 把家族兄弟都叫来 这天家恩泽 必须我叶家独享 神佛在上 我皇族叶家一脉 在此恭敬臣府 请求神佛将恩泽赐予我族 让我叶氏一脉 永保江山 太好了 神佛应该答应我们了 恩泽 恩泽要降世了 叶家人 快随我一起接受神佛的恩泽 神佛 救命啊 皇救命啊 什么东西呀 在杀我的族人 对 这不是世皇恩责 这分明是当年的灭妖臣的大妖 这真的复生了 不好 这 这是虚空净大妖 你们根本打不过的 快逃 这就是虚空净大妖吗 想要请讲说大妖不胜 这是真子 这次分量太少 难吃 如果你想吃 和前往仁族的王都 那有无数的血肉 这屋里面怎么裂开了 这是狮妖 哪来的这么多狮妖 三儿 赶紧上来 我的孩子们 不用管这里的蝼蚁 往王都去 那是人最多的地方 杀光他们 不好 这些狮妖往京城的方向去了 没想到真如秦家所言 他们 要来祸害京城 驻扎在京城的大军 有难了 大妖复生 快疏散百姓 在撤离灭妖城的时候 我已经看到大妖复生了 希望她能晚点到京城 那是什么 大妖已经来了吗 快跑 大妖已经入城了 所有人快撤离 救命啊 到了 狮妖也进城了 狮妖 没有羞 不好吃 我知道 这些留给狮妖吃就行 你可以 去吃那边有羞为的人族 糟了 外面好像来了大妖 我们该怎么办 这些有羞为 好吃 狮妖 快跑 快跑 救命啊 救命啊 不好 这些狮妖都是宗师行为 我只是宗师四种 只杀一只都很困难 糟了 又来一只 走 谁只用一剑 就解决了一个宗师纪狮妖 琴家开红盆 丹壳救援队 走 你直接随我一起 救援京城 放箭 这是 众秦将孽子听令 不要练战 边守边退 全力保护京城百姓撤离 将主 前方 是你 将主 请中仙开荒团成员 前来支援 解放 在如此混乱的情况下 你竟然能带队 下到这里来 抬上来 家主 这是我连夜炼制的翠尸丹 请您以小队为单位 分发给翠体一虫的人 将丹药点燃后 特殊的火焰便可附着在武器上 如此一来 寻常武器 亦可杀死是妖 如此奇效 是你研发出来的弹药吗 我这就分发下去 如今京城沦陷 不过是时间问题 请家主带领民众 前往京城外避难 我们一起离开 大难当前 我有责任 这里 就交给我们解决吧 驾 丹阁救治伤员 请将开荒队主攻 研碎新幼 是 京城遇袭 我们已经失去先手了 秦云司家 也被打蒙了吧 兽爷小心 停 那么现在首要的任务 铸铸 铸铸 结束 什么 他继续 继续 演出 必须没有 杯 什么 你 找到 那 我 非要搞成神佛降世 真是愚蠢至极 糟糕 这只石窑怕是有 冬尸异虫的实力 我体力尚未恢复 不知道打不打得过 是我提出的电号 应该没有做人会来救我了吧 雪芹 没事了 清风 能够坚持到现在 真是辛苦了 大恩不言谢 清风 你的救命之恩 我南宫雪芹日后一定会报 清风 白老和白家的主力部队 已经找到了 需要你去救援 好 清风 京城民众都疏散到附近的村庄了 崩队 如你所料 石窑和大窑都未出境 大窑刚刚苏醒 还未恢复全部实力 等他把这几天吃下去的天菜地宝 消化完毕 会立刻寻找下一个城市屠路 我们必须尽快集合 各大家族散落在全国的力量 共同讨伐大妖 今日秦兄救我族之恩 我白家无意为报 若不嫌弃 白家上下便向全马之劳 既然你开口了 我还真有一个不情之情 秦家之前曾经数度劝谏 希望皇帝颁布撤离京城的上运 但全都被树枝高阁了 如今叶家 恐怕无力 也不愿对付两头虚空进大妖 但我们不能轻易放弃 现在五大家族 正在城外商讨如何抵御大妖 我希望二位立刻传消息给你们家主 速经 重迎大伦皇帝 叶凡兴殿下 不必多礼 速速开始争题 面对虚空进大妖 二等可有人选 担任降妖主帅 这趟守山与谁敢接 陛下 老身尊孙秦峰 早在数月前就遇见到了大妖复活 这几日 也是他率军在京中与施妖血战 老身请陛下任命秦峰 为抗计大妖的主将 这 陛下 大难当前 特不容缓 还望陛下 早下决断 陛老太军 陛听说那秦峰不过是个脆体净的小子 要朕如何能信任他 陛下 秦峰曾在开荒大笔中大放异彩 我看他确实是个全土无量的后辈 我南宫家 支持由他担任统帅 我白家 也支持由秦峰担任统帅 可恶 这三家联合起来 是要逼朕下决定的 以臣所言 陛下不如就准许秦峰率军 但若是出了问题 我想秦家可以负责吧 于去 一个翠脊镜小子 怎么可能敌得过两只虚空镜大妖 解释抵抗不力 便可将罪责都推到秦家头上 好 那么传阵旨意 由秦峰担任对抗大妖的主帅 秦峰 皇帝同意 由你负责统侠全局了 这是 成了 成了 我从未见过品质如此之好的丹药 这是我创新的丹药 破现单 龙兄 如今我还需要搜集这些草药 啊 我看看 青兰草霸王花之类的也就算了 但是血灵鲜兰可是有势无价的好货 你竟然要一百份 你就和叶家说这是主帅的要求 让他们速速凑齐上将 秦峰 你这算是趁火打劫吗 哎 接下来 小双 来 抓紧试试我新炼制的丹药 没空忙着呢 你找秦峰他们试药吧 嗯 你的身体里 还残存着之前逃命留下的影集 再不抓紧处理 会影响你未来的武道成就 你抓紧服下恢复修尾 我来给你护法 好吧 上一时 陆小双就是因为影集而迎来了武道上限 但这一时 我不会让你 再调队的 这种四肢板骸 都被静润的感觉 真的是太舒服了 哎 我 我竟然竟胜为了宗师二重 那枚丹药 没错 破线丹 顾名思义是突破武者上限的丹药 你那没脸 我额外加入了数种珍惜药草 能在治好影集的同时 助你破镜 秦峰 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呀 难道你让白朗去搜集药草 也是为了做这个 没错 为了大批量炼制破线丹 破线丹可以让脆体进武者 尽快破镜 当你们可以镇压湿药后 我就能心无旁骛地对抗大妖了 嘿嘿 时间紧迫 不知道丹药的药材 搜集得如何了 秦峰 你要我找的药材 已经全齐了 听闻秦峰要炼丹 叶佳特意准备了 玄疾联龙炼丹炉 助你炼丹 玄疾丹炉 甚好 但我听闻那丹炉极其难用 叶佳可能就是想让秦兄出丑 难用 那是他们不会用 秦峰要给我们炼制丹药了吗 从天才地宝皆为无用 如燕丹火皆为无闪 秦阁主刺等空火之术 可谓超凡入胜 同时炼制上百颗高级丹药 秦峰的弹道造诣如此之高 或许我们真的可以赢下这场战斗 丹臣 大家拿了丹药后抓紧突破 明日随我出征 收复金城 愿随秦峰收复金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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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秦峰在众人面前 显卖他高超的炼丹术 怕不是要收买人心吧 秦家有着秦峰存在 为时大意不得 面对虚空禁大妖 脆体禁还是不够看哪 我差不多也该准备突破宗师境了 破现当功效斐然 但我还是要为你护发 直当时 还你帮我恢复修伟的恩情 怎么回事 这股飘渺浩瀚气息 以及徐徐散播开来的霸者薇亚 现前没有感觉错 果然是他 我竟然感到了微距 世间所有的要在察觉到 他的气息时 皆会如此 秦峰 你怎么了 这里 是什么地方 不认识了吗 你们人族最后的堡垒 你是谁 重活一世 就把自己的老对手忘了 还真是绝情啊 如今对我的存在 你是不是感到很烦恼 你是不是感到很烦恼 很用 这家伙什么东西 似乎很强 而且 会很有种熟悉的感觉 尽速朝着更高处攀登吧 秦峰 毕竟这幅身躯 在未来会成为我的东西 那到底是幻象 还是我的心魔 也或是我的灵魂深处 存在着的杂质 如此 秦峰 你还好吗 身体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少爷 你没事吧 秦峰 刚才的天地异象 是怎么回事 没事没事 我破镜成功了 其实我刚刚试了一个新男友 抱歉 吓到大家了 好了好了 大家都去尽可能地 吸收破线单吧 明日清晨就要开战了 怎么回事 不知道啊 我的身体上 死我发生了末些变化 与我交善的 究竟是什么 承载着民众和家族的期望 秦峰带队出发 收复京城 正式行动开始前 我再简单说明一下作战计划 如今灭妖城大妖 已达虚空计 地母更是趾高不低 他们和狮妖占据了京城 凭我们 是无法同时对敌的 因此 必须逐个击破 我们要从三座大门同时攻入京城 我们秦家会最先入场又敌 将散落在京城各处的尸妖聚集于东西尔门 再由东西门外的部队杀入城中 共同围剿尸妖 最后 由我一人托住帝母和大妖 我托住大妖期间 请诸位尽可能斩杀尸妖 随后再来支援我击杀大妖 秦枫 这个计划会不会太冒险了 在我们突入东西门前 你们秦家只能独自面对大妖 无妨 唯有我以身作耳 才可引大妖入局 依照计划 秦枫携秦家部队最先杀入城中 随我来 杀 虽然各个队伍都有宗师镜长辈护衡 但绝不可就此放松 这依然是需要所有人赌上性命的战争 是妖门来巡视我为你们开发的新弹药 宝燕飞尸弹 恶神 义武清城 好强 风队真的只是宗师一重吗 少爷总是超越我们的想象啊 我在这如此杀戮 大妖应该注意到我了吗 很好 上宫了 什么 怎么回事 为什么没有来找我 大妖为什么会先来到我这里 清风不是说他作诱饵吗 你的身上散发出很好吃的鸡味 你自己想走 悉尔 好 你带来 哈囉 我们 还没有 那 我 是 死了吗 我心人怕硬 这没瓦剑 好奇怪 好强 想要 集结 捕制军队 还想拿杂醉试探我 完了完了 不皇快来救我 救救 给我把杂兵全清了 造幽 你已经被我困住了 现在 你只有杀了我才能离开 不然 你就只能死在这里 等等 你要和大阳死动的话 至少先把我放出去 三皇子还在啊 小心点别被误伤哦 人来不自量力 是 这个人类的速度 看招 不对 大阳神掌归人出现了铠甲 是幽器吗 你有武器 我也有 很公平 被封印来的家伙 就该老老实实躺在棺村里 也是 都不开心 看招 看不下去了 虽说陆神可以跨境界沙堤 但人和妖的力气 差距还是太大了 只能规避进深圳 怎么啦 小小人族 刚刚的气势呢 死 好快 这斧子这么大 投掷的速度 居然还如此之快 别输了 人来 别输了 人来 不好 结束了 所以说你的脑子不行吗 我刚才假装冲锋 实际早已在地下 不知好抱怨翠翠丹了 什么 死吧 门王生气了 七 七宝 你死了吧 你要是死了 我 死 我还要谢谢他 触发我这冰死的力量呢 秦 秦宝 生死吧 冰火 天朔金恒 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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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这人类为何能爆发出如此气势 让我如此畏惧 真不要得意 狗一般的人类 你是赢不过我的 感受一下被神族杀死的耻辱滋味吧 怎么了 他的招式我竟招架不住了 是我辅射后力量还没完全恢复吗 不对 我的力量没有变 是这个人类的力量 成败登党了 小子吧 我看一击 小小鼠辈 我不甘心 没 我向你的同伴活命 就把剑扔了 千 千方救啊 你抓谁当人质我都会心疼 但唯独他我不会 入神 义武侵承 大妖 大妖 真的被斩杀了 不愧是我秦家未来的栋梁 竟然真的独自斩杀了大妖 喂 秦宝 先说好 这大妖身上掉落的妖器 可是我叶家的 三皇子 我没听清 您刚刚说这套妖器什么 我是说 我决定代表叶家 将妖器作为奖励 交与秦家 哼 这还差不多 鱼老 帝母始终没有动静吗 是的 三支小队的宗师精 都依照你的吩咐 随时准备阻拦帝母援助打药 只是这帝母一直助力不动 我们也不知道是为何 太奇怪了 不管是何种关系 帝母都不该做事同伴被杀 这背后 一定有某种原因 秦峰 秦峰 你没事吧 少爷 总算全上你了 封队 你太厉害了 你真的独自干掉了灭妖城大妖 侥幸而已 封队 城中的狮妖已经清除大半了 接下来怎么做 现在开始 进入计划第二阶段 不管帝母大妖在策划什么 兵来将当 水来土野 全力讨伐帝母大妖 帝母 帝母实力不容小觑 但不够多么艰难 这次 一定要消灭帝母 灭妖城大妖着实恐怖 相比起来 帝母必定更强 就让冲在最前面的秦峰 来帮我势态又烦满 这是什么回事 原来如此 帝母准备对我们出手了 第一步就是截断后路吧 上面有人 什么 这些是狮妖 狮妖竟然会占据高处使用武器 狮妖没有指挥 但帝母却可以指挥他们行动 形成一支有规律的军队 帝母居然有此等灵支 不好 有狮妖追来了 帝母是可以随意控制地形的大妖 她开始利用大地输送狮妖了 你们务必小心应对 是 我曾以为自己身法在年轻一辈中排名第一 如今看来 我太自傲了 全员注意 这一阵 一日比之前 还要难应付 大家都准备好战斗 是 我们的目标是帝母 尽快收拾掉这些小笼笼 是 别走 看见 狼小妖狮们 为红队开路 还有这 舅舅 别让他们烦我 别让他们烦我 帝母 帝母就在眼前了 我先上呢 秦枫 你得小心 应该醒醒了 帝母 客人已经来到家门口了 小双 少爷已经上去了 我们现在能做的事 只有一件 就是让他没有后顾之忧 好 很好 靠近帝母的头部呢 先给帝母的眼睛来一下 这是什么 走 这是哪儿 这是能结出法器的紫金葫芦藤 啊 这是瘟氧血气的血飞燕 竟然连腐行孤都有 不对 我明明被吞入了帝母的体内 这是哪里 如你所言 这是我的体内 欢迎前来做客 你想做什么 这是帝母分身吗 为何完全感知不到敌意 放心吧 我不会偷袭你 会像现在这样与你交谈 完全是为了谈合作 你要 与我合作 没错 你眼前的所有名贵要材 都是合作的赠礼 还真是出手阔绰 这可是虚空竞强者 都会垂涎三尺的宝物啊 这就是我的诚意了 怎么样 有兴趣深入了解一下吗 灭妖城大妖应该也是你的盟友吧 你放任盟友被我杀死 你觉得我会信任你 我已经帮助他复生了 用人类的话讲 就是人之一尽了 能够斩杀他的你 更适合成为我的盟友 只要你答应合作 这些灵妖 都是你的 狮妖也会随我撤离京城 你能直接成为击退我的英雄 之后 我也可以将狮妖交付于你 为你完成各种工作 而你需要做的 则是助我登顶妖族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擎封体内一定有那种力量 如此拿大妖性命来换取擎封的信任 也是值得的 只可惜宗室镜还是太低了 等他晋升为虚空镜之际 就是果子成熟之时 怎么样 是不错的买卖吧 拿开你的手 你碰我让我觉得恶心 但你的方案 我很感兴趣 如若结盟 药草和狮妖 都会成为我秦家助力 再加上大妖 解释谁还敢招惹 甚至可与叶家分庭抗礼 闪开 那么首先要做的 就是把你塑造成英雄 之后 帝母与秦锋设计了一出好戏 众目回回之下 秦锋利落地斩杀了帝母 不论是当日参加了战争的人 还是关注着战局的权贵公亲 黎民百姓 都见证了英雄的诞生 来 让我们一起庆贺秦锋带领部队夺回京城 我秦家真是出了位天才 秦锋竟然连斩两头虚空镜大妖 你给我们带来的惊喜实在太多了 哼 家主 我没有将帝母杀掉 什么 风儿 你是又在盘算戏什么吗 什么 你与帝母达成了交易 帝母若是守信 我们秦家就能获得难以计数的好处 但是妖族真的会遵守约定吗 大家放心 我会掌控好帝母的 既然你已经计划好了 老身就不再多言 风儿今晚务必好好休息 明日就该有新的麻烦找上你了 麻烦 不是说明日叶凡兴会在大殿中论功行赏吗 叶凡兴那个老狐狸 可不会甘心白白给你赏赐 风儿可知山鬼一族 嗯 我与他们招过手 实力不弱 近些年 山鬼一族日益成绝 已经威胁到了大泽边关 不出意外 叶凡兴会再度命你出征 讨伐山鬼这个难捆的骨头 什么 将人们辛勤劳作一夜后 总算复原了大殿 众人开始论功行赏 秦枫在此战中 被叶凡兴授予了最高荣誉 却无别的实质性降低 随后叶凡兴发布了新的调令 诸君皆知 我大泽近年 身受山鬼侵扰 甚至就连丹阁都被其所害 事已至此 我们必须回击 我决定 命秦枫出征 征讨山鬼一族 山鬼一族速来强大 陛下此举 岂不是让秦枫去送死 放肆 陛下速来会也无据 想来那秦枫一定能剿灭山鬼 秦枫临旨 本想和秦兄好好庆祝几日 没成想 马上就要分别了 山鬼一族的实力不容小觑 我看陛下对你的任命没那么简单 是啊 我若赢了 叶凡兴江山更稳 若输了嘛 不论我是否活着 秦家实力都会大打折扣 这就是功高震主的下场 叶家看我秦家强了 自然会想尽办法打压 不过无需担心 这次征讨山鬼对我而言 反而是个机会 忍不住 父亲 如若他再次成功的话 简直秦家的声望 甚至会超过我们 没关系 据传 山鬼一族如今已有多位 虚空镜强者出现 秦枫绝对无法活着回来的 可传王齿函 要连秦风都被山鬼的虚空镜强者杀死 倒是我们不是 无妨 朕已经预想到了 秦风只要能拖延时间就够了 是吗 难道父皇快要晋升虚空镜了 对 不过我更在意的是 为何山鬼可以培养出虚空镜强者 就用秦风的命来探查一番吧 少爷在看兵法吗 不 我在研究历史 都说山鬼祖辈曾妄图分裂大则 事实如何呢 秦家有关山鬼的记载 全都被刻意抹除了 鬼石太过蹊跷 我败退易雪茹调查当格的资料 差不多也该有个结果 这是 迪玺 准备迎接 救那个 糟了 收 这是山鬼祖辈 以及宗师金一重的妖物 黑翼巨鹏 大家优先攻击妖物 那这独角黑翼巨鹏 恐怕有宗师三重境界 他就是领头的吗 秦贼 先秦王 糟了 这妖兽竟然有两下子 大则的废物也知道 秦贼先秦王 那 你打得过我的高阶妖宠吗 高阶妖宠有什么稀罕的 舅舅 让他们见识一下 什么 太座了 跟我聊聊 或者就这么去死 你选哪一个 封队 所有来犯的山鬼 都被我们控制住了 重伤的山鬼一族 正在接受治疗 知道了 你做什么 你为什么要治疗我族 只是想告诉你 你族人的命都在我手里 你也不希望一堆人 就此全灭吧 来聊聊吧 只要你把我想知道的 信息告诉我 我就不会伤害你的部队 果然 你就是山鬼一族中 风族的成员 是的 松陵火山 乃是山鬼一族的精英集团 其成员都是宗师界 是山鬼最强占领 按照官方说法 山鬼一族曾试图分裂大则 不被其他五大家族驱逐 但除了夜家外 其余四家的史料 均没有记载与山鬼一族的素颜 因此我猜测 你们山鬼应该是在权力斗争中 输给了夜家 对吧 你怎么知道 你说的没错 大责之人 被夜家诃骗了太久了 很好 接下来你可以带着族人离开了 你 你说的是真的 当然 我已经从你的身上 获得想要的东西了 无人守官 除此懈怠 怪不得边关告急 攻迎秦方大将军 哼 就来你一个迎接我 其他人都死光了 通告守官的开荒团 一刻中内集结完毕 为令者扣押全部担要佩戟 是 是 什么情况 这新来的指挥官这么狠吗 边防重阵的军纪如此散漫 看来我们很难守住天狼城 我们的税款 就养这些废物了吗 不 天狼城自建立以来 未曾陷入 可见守军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只可惜 这帮人的脑袋不太够用 帮帮小儿 就是你扬言要磕磕我们担药 顶撞长官 目无君记 按律鞭斥一百 三将 拿鞭来 是 我可是宗师二重境界 就凭你还想瞅我 瞧的就是你 你 你 你怎么能够 放开我 放开我 这里是边境 你们或许只知道京城变故 却不知道是谁解决了问题 斩杀了虚空镜大妖的 就是我亲家俊杰 秦枫少爷 这是真的吗 据说那个人的队伍 救下了至少半数的平民百姓 听说领头人 连这两头虚空镜大妖 是大则的英雄 他竟然来到了最前线 来的路上 我就看了所有开荒团干部的档案 你是叶家的人 对吧 你想干什么 众所周知 我和你们叶家关系不太好 现在你落到我手上 请坐 我的副手确实做了错事 但这么多年来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还望海涵 你是天狼城的开荒团团长 是吧 团长 救我 只要你能打败我 我就饶他这一次 天狼城的守兵 由一个一个开荒团组成 难免军纪散乱 必须借此机会杀鸡靖虹 让他们知道谁才是老大 得罪了 消失了 太慢了 开呀 好重的力道 剑舟 剑舟 剑是将没燕丘欠行吧 小子 你以为这玩意 能阻碍我的势力吗 怎么可能 不过儿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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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舟被打败了 少爷 他们败了 按照实现定好的规则 我把储存在库房内的丹药 全都扣下来了 军需配给的丹药 就只有这种刺平水平吗 编冠战士告急 你们这些开荒团 松懈懒散的惩罚 到此为止 但是 日后若有表现优秀的开荒团 将会得到雄金虎骨丹的奖励 雄金虎骨丹 这么高级的丹药 会分配给我们 这新来的指挥官 不是在说大话吗 而我的要求只有两个 第一 所有人 都要服从我的安排 第二 每个人尽量多获得战功 我擒封承诺 战功越多 丹药越多 说得好听 雄金虎骨丹 只有高阶炼丹士才能炼制 你给得了吗 就是 别给我们画大饼了 等等 秦锋这个名字 我好像听族人说过 他好像是 幼皮炼丹士 而且 他还能轻举团场 斩杀虚空镜大妖 他定能率领我们 去诛山鬼 什么 原来是他呀 独长 愿追随寻座 独长 愿追随寻座 先以武力震慑 再给点好处 情风好计策 数量这么多 丹阁忙得过来吗 浩辰 你作为我的首席大弟子 带领单个炼制雄金虎骨丹的任务 就交给你了哦 啊 哎 新来的情作 实属豪狠啊 是啊 情人有这么高级的丹药作为奖手 喂 情作有令 紧急集合 现在 可是老洛出门了呀 管他呢 可能是入城找乐子了吧 啊 果真如秦锋所料 军中有山鬼的探子 好久不见哪 腾风 没听说你今天会回来呀 带我去见组长 有要事禀告 以上 卑职认为秦锋是一大危险 结合骆腾风的报告 来讨论一下 如何对付秦锋吧 趁他立足未闻 直接吞下整座天狼城 我的建议是诱敌深入 然后由领祖涉负诛杀秦锋 秦锋终究是个宗师禁罢了 我会亲手 干净他 我没有意见 嗯 既然如此 通告全族 即刻开始准备 明晚就进攻天狼城 尊者 您意想如何 我不会干涉你们的战术 只要你们能够拿下大则就够了 哼 资料显示 那个探子 是在四年前来到天狼城的 放任那探子回去真的可以吗 对方若是知道你的行动 一定会提前做好对策的 哼 无妨 如此才能探查山鬼一族虚空靖高手的实力 告知各个团长 马上有硬仗要打了 山鬼了 做大悟 山鬼来起 山鬼迂走还真是急不可难 快速整备 按照白天的安排行动 你就是那个新来的擒风 是我 阁下怎么称呼 我是封林火山之林祖副组长 叫秦峰的那个有能耐单挑啊 单挑吗 那人看起来起码宗师径五冲击波 而且这世人的妖宠 和主人境界相同 完全是一打二 可他们单挑太吃亏了 谁会答应啊 来不来啊 你不会是怂了吧 没问题 什么 秦峰竟然接受了 一个出入宗师的废物汉 将他杀掉就是大功一戒 死吧小鬼 不如此 你竟然 秦峰威武 秦峰威武 专家 你这种祸色 就连开胃小菜都算不上 救 救命 不要伤我 快救我 严真脱逃 懦夫 他们的首领已经被我擒拿了 天狼城将士 进军 快逃吧 我组长都被抓了 我们没记得 山鬼阵线出之急愧 残兵正在往山林中逃窜 都被你预料到了 很好 按照计划行动 是 田园停止追击 准备执行秦座的计划 是 昨夜为了对抗山鬼 秦峰召集了各个开荒团的团长来开会 丛林为山鬼提供了庇护 而且其中密布陷阱 因此必须放火烧山 但是秦座 山林之中有着数种我大则 难以培育的药草 需要进贡给京城叶家 比起鸡腿侵犯我大则疆土的敌寇 难道进攻皇室的草药更加重要吗 我们也曾经上座陛下 但是陛下他 够了 这里我是最高指挥官 交战之际 一旦我发出信号 你们就动手烧山 一切后果由我负责 是 山鬼部队还不肯出来吗 难道是想射陷阱 又窝抖深入 但你们再不出来 可就真要被我烧死了 大则贼人不要欺人太深 你们拼了 今日我们就要大则人的狗命 果然如同秦座猜想的 他们被逼上绝路 就要开始拼命了 但应对之法 秦座也预想到了 盾牌铲毛兵 变盾 追 秦废在此 死掉我命的来吧 不好 秦废太强大了 接下来怎么做 这对 我们小看了这个秦废 他不论是实力还是头脑 都远超我们想象 回去后 又怎么解释这次的惨败 我会立下军令状 下次若还是不能杀死秦废 便以死谢罪 算我一个 这个秦废 比我想象的要有据多了 看样子山鬼那边 没有继续交战的意思了 继续谨慎推进 抵达山顶后 立刻着手建造绍岗和防御攻势 是 我不在时 小双你负责统筹指挥 凡将 你从旁协助 为令者 军阀处置 那你呢 我差不多 该准备破镜了 竟然这么快 冯队 你上次破镜 还是斩杀灭妖城大妖之前吧 等到秦天琼 押送地母赠送的草药过来 你们也该准备破镜了 感谢少爷 爹报上说 山鬼有四位师攻击 我也必须要加快步伐了 谨慎 我们师姐二字 说来前世根本没有山鬼一族 他们到底是如何崛起的 恐怕叶繁星 也对山鬼一族支支甚少 才让我过来采坑 难道山鬼一族背后 有什么势力在支持吗 之后数日 山鬼未曾轻饶 趁着这段时间 秦峰加紧炼制丹药 协助陆小双等人破镜 安浩尘也运送来了 丹阁制备的丹药 秦峰率领的部队 已然准备万全 而另一边 山鬼一族 也完成了最后的动员 他们一鼓作气 涌向天王城 这是 一旗 一旗 大鬼来了 大幕拉开 耿上舞台吧 受死吧 不要惊慌 这是情组安排的考虑 不要惊慌 执行情组安排的策略 煤烟球 这玩意儿 对我风组毫无意义 什么 能爆炸的煤烟球 这是秦峰设计的吗 状况如何 风队 你改造后的炸弹煤烟球 和翠尸爆炎丹 相性极佳 不错 我们已经破坏了风组的阵型 而在风组引发的混乱后 山鬼灵祖就该露面了 够胆的杖势 随我去摘了敌将的脑袋 是 大桥 这是怎么做到的 果山 山座中有妖宠 能够操纵石头 定是他在挖动大桥 我敢跳到 大龙大军 上赶着来送人头 我还是第一次见 明年的今天 我会在你的坟前 重复这句话 如果你有闻的话 这时候 还过于自大的话 什么 会自动 你暗算不好 我早就猜到你们会骑袭了 因此安排很多士兵都隐藏起来了 现在你们上了墙 就别想下去了 针对能够飞的妖兽 我也准备了后礼 我在这里 天狼城便不会陷落 既然如此 杀了你不就好了 吃了他 毒室蜈蜈 我的毒室蜈蜈 以毒性渐肠 彻底消融吧 什么 就你这种水瓶的妖宠 真是虚空精 你居然能斩杀我的妖宠 这是 抱歉 我的部队落败了 我来晚了 洛翔果然是你 不晚配合我去杀了他 好 好松立的羽毛 秦峰 面对我山鬼两个队长就顶不住了吗 赶招 你的手 我会好好利用你的向上头颅 等等 秦峰这身子为什么 好玩吗 跟我的残影打得那么带劲 什么 不信 我来助你 还是 原主吧 怎么可能 有机会 秦峰大义了 你 太瘦了 那个家伙 居然这么巧啊 灵族已经失败了 我的帮助也折损殆尽 当务之急 必须在这洛西离开 洛西 你来送死是吗 成全你 我 这一战 封祖爷 使我 身归一族完败 秦峰 火方已计秀的山王 挫败了山鬼的计划 很好 回收两个虚空镜山鬼 接下来 就提审他们 这个人是什么时候 完全没有察觉到他的气息 你 这人是想要杀山鬼灭口吗 出救 保护另一个山鬼 能察觉到我的攻击 医术不易 甚至还能将之拦下 确实是个奇才 把目进步 用杀山鬼 罢了他 算你们今天走运 什么 他潜入地下了 我们就尽情挣扎吧 不只是天狼城 整个大则 以后都将毁灭 成功击退山鬼后 秦峰找来宝下的洛西审讯 你竟然救了我 还给我用了那么名贵的丹药 既然那个穿着斗篷的 急于杀你们灭口 证明你对我还有价值 不过那个人对山鬼的虚空镜高手 说杀就杀 难道他是现在山鬼一族的实际掌权者 没想到我们如此信赖尊者 到头来 他却将我们视为可随意击杀的棋子 看来让他掌控我族 终究是错付了 既然如此 你想知道的我都告诉你吧 他是来自天孝宫的乌东尊者 是我们名义上的同盟 一开始 乌东尊者好意接近我们 帮助我们晋升到虚空镜 他本人的实力 更是深不可测 哪人手短 我们山鬼一族越来越依附他 等意识到不对的时候 我们已经无法违抗他了 竟然是天孝宫吗 前世天孝宫 可是和月瑶仙宫一样有着 同等地位的修炼大宗门 天孝宫号称无一不禁 门内秘法 更是骇人听闻 说此一切就能解释得通了 天孝宫培植山鬼为傀儡 并让他们当敬犯大则的炮灰 天孝宫最终目的 是吞并大则 建立天孝宫的傀儡王朝 洛西 既然你对那个尊者都心灰一冷了 不如跟我做个交易吧 尊者您说 方祖和林祖都彻底失败了 是的 真是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 只要我出战的话 天孝城早就被我山鬼拿下了 好 这次我会亲自独军 洛皇 你绝不可失败 古尔定会献上 秦峰的脑袋 一日 在秦峰的指示下 天狼城将士准备出征 彻底讨伐山鬼一族 在被俘得洛西的指引下 大军急行约半天后 抵达了山鬼的国度 为死去的族人报仇 打光他们 山鬼出击了 这是最后的大战 战功越多者 奖赏的丹药越多 兄弟们 师穷秦座的机会来啦 誓死追随秦座 开战 山上有什么东西 到秦峰的在哪儿呢 过来和我一战 不然 就把你手下的这些 给大则砸碎 小带劲 这么会找死 我成全你 你就是秦峰 总算来了呀 今天我会把你烧成鸡粉 滋养这片大地 和洛皇 乃是四人中战力最强者 来感受一下吧 把直接的差距 你把剑探射了 一旦你的镜子 就好似在蒸笼里 寻常武器和我的妖骨剑 磕碰几下就会崩碎 你的戒还不错 之后就归我了 火龙你 出货 那是我的爆炸假身 接受猫眼的洗礼吧 不好 放上我的妖火 谁都得化成灰烬 大则的砸碎 臣是弱 什么 你以为我也会成为教师 抱歉 让你失望了 你是怎么扛住的 闭火云水丹 对于没有炼丹式的山鬼来讲 难以理解吧 好 你激起了我的战意 好 你激起了我的战意 我作为山鬼一族的火队 对 我要把你 把我怎样 可惜 我不配和我对战 若神 你心疼 五次作孽 不可活 几下就杀死了洛皇 这清风 竟有如此实力吗 看来 只能我亲自动手了 小子 拿命来 狗东西 终于坐不住了 你 放肆 赶快我谋话 清风 我要将你错过杨晖 死在我天小宫秘法之下吧 舅舅 舅舅 你等得好 又是那个妖母吗 这是天孝宫的秘法吗 看来也不过如此 舅舅 我可是为天孝宫开疆阔土的巫洞尊者 你给我放尊重点 舅舅 是你逼我用尸门杀手剪的 什么 舅舅 想不通计 什么 不好 没想到 你竟能逼我用出了尸门杀手剪 但是当我祭出这一首诗 你便到此为止了 这飞剑 就是你的王牌 山鬼中的虚空劲强者 既是天孝宫丹药 雅苗助长的结果 一颗打败也不稀奇 而我 则是火针架实的虚空劲二层修为 确实 他与洛荒等人 完全不可相提并文 但若神在手 我有自信 对抗这个狗屁尊臣 而我这飞剑 可是凝聚山鬼众国妖兽 淬炼而成 充满了浓厚的妖气 你这宗师级躯体 是承受不住的 是吗 哼 跟我玩妖气 三门怒死 就怎么可能 一把剑 难道就是 死跑 不好 戏结束了 怎么会 竟然连尊者都 如此一来 我山鬼真的败了 请坐为我 请坐为我 伴随着乌冬尊者之死 山鬼彻底 失去了 扳盘的希望 依照战前 秦峰与洛西的交易 山鬼一族 会受到秦氏庇护 免遭夜市迫害 但代价是 要为秦氏较 要为秦氏较力 下宫了 攻陷山鬼的捷报 传到京城后 叶繁星 即刻召秦峰回京 山鬼 则会在处理完 杂事后 奔赴云影镇 公送秦座 我等愿再为秦座效劳 为秦座效劳 此次功绩甚大 秦少应该也能得到 不少赏赐吧 赏赐 叶繁星不给我添堵 就不错了 算回来了 秦峰 来好好讲述一下吧 你是如何挫败山鬼的 听闻山鬼中 有虚空静强者 你是如何对你 山鬼一族的虚空静 先是由天孝公的乌冬尊者 用丹药催生 其真实战力不值一提 天孝公 是的 天孝公是荒域之外的 一大顶尖势力 其实力 不在月瑶仙宫之下 天孝公 完全没听说过呀 竟然可用丹药 催生出虚空静 真是害人听闻 难不成天孝公 准备对我大则出手 不错 未查到天孝公 一遇清袭大则 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这可如何是好 只凭现在的大则 真的能够存活下来吗 朱军 此刻正是我等京城团结之刻 朕有个想法 我们该倾所有家族之力 扶持月瑶先公 以对抗天孝公 什么 扶持 月瑶先公如今可是叶家私产 叶凡心是想明目张胆的非他一人 而受天下了 叶凡心要求秦家为月瑶先公提供数十种名贵丹药 危机上百枚 我带月瑶先公 感谢秦家的配合 秦家因我开荒收获破风 交上这些丹药轻轻松松 只是其他家族 赶问三皇子 今日前来所为何事 皇家要求的器具练好了吗 你南宫家尽度堪忧 我父皇有些不满哪 你 雪芹 退下 家主 殿下 练器终究是件手艺活 无法随意提速 还望陛下再宽限几日 南宫家主 扶持月瑶先公 可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天下大业 若是几天后 再不按规定交上东西 你南宫家 或许会因为叛国罪而被灭族啊 什么 什么天下大业 叶家分明就是想接月瑶先公 终抱私呢 啊 你们南宫家也被逼迫得这么狠啊 是的 叶凡行定是失心疯了 不 没实力 他不敢明目张胆地要挟我们四大家族 恐怕 他是破镜了 破镜 此话怎讲 之前叶家虽然嚣张 但起码知道用我们相互制衡 但如今叶家摆明了威逼四大家族 或许叶凡星 已经成为了大则的第一位虚空竞强者 什么 如果真是这样 接下来我们若敢反抗 他定会借机出手 吞并不服从他的家族 哈哈哈 是吗 也就是说 违抗叶凡星真的会被灭族 这不就是慢性死亡吗 清风 如此道行逆施 秦家也撑不住 你一定有应对之策吧 凤兄 你前往得有啊 哼 我确实有一计 既然叶凡星无情无义 那就请他 让出皇位吧 此行凶险万分 你真的可以独立完成任务吗 叶凡星随时可能变本加厉 京城不能没有你坐镇吧 等 你进化的第一阶段 我会完美之行的 等着好消息吧 秦风蕴酿已久的计划 就此开始 陈秦风 拜见陛下 陛下传我所为何事 你听说了吗 月瑶先公遭歹人袭击 灵帝禁毁 啊 竟有此事 秦风 宋文你是大泽最出色的炼丹师 药草培育也是一绝 朕命你速去月瑶先公 协助恢复灵帝 陛下 秦家为月瑶先公炼丹 已经让臣分身伐术 再者 恢复灵帝已是太过棘手 恕臣有心无力 秦风 月瑶先公的灵帝 可是天然聚宝盆 当务之急 还是要以月瑶先公为主 朕相信你一定能够做到 只要你能恢复灵帝 秦家就无需再提供丹药了 并且 只要你愿意去 朕许诺你 可以为你提供各式报道 朕许诺 陛下这么说 那臣也难再推脱 唯有扛起重任了 就等着你说报仇呢 和叶凡仙谈妥后 秦风立刻集结队伍 准备出发 秦兄已经启程了 我们也该着手准备了 是啊 奔波数日后 秦风一行抵达了月瑶先公 秦风一行抵达了 诸位贵客 久等了 在下月瑶先公公主 傅鸿玉 恭迎请奉公子 傅公主 闲言少叙 请您尽快带我去看看 寿灾灵帝吧 当然 请公子这边请 行凶之人用了特殊的火油 将灵草和灵帝土壤一起破坏了 傅公主可知是谁做的 咳咳咳咳 咳咳咳咳 是前任公主的女儿 名为陆小双的孽障 昔日她母亲背叛了大泽 我还想着留他一命 没想到 他竟然恩将仇报 副公主放心 这修复灵帝的事 包在我身上 我们之前找来各大丹药大师 都对修复灵帝束手无策 秦公子 您真有办法 交给我吧 不过修复灵帝不是一事 还需要公主为我准备这些东西 好 要对抗残留在灵地土壤里的火图 那么冰霜之属的丹药 自然颇为有效 秦以冰霜属性的材料炼丹 它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大则历史上这么做的丹师 可全都在炼丹途中冻死了 丹丹 祖子可以灭去火毒的冰破丹丹了 那股怪味消失不净了 连地的温度也降低了 这 这就是 大则成就最高的炼丹师 副公主 这只是修复的第一步 接下来几天 还请副公主配合 当然 辛苦秦公子了 我已为您安排好了住处 请随我来 来了 这几天查出什么了吗 和你猜测的一样 叶凡星怕京城再遭变故 将搜刮的资源 全都放在了月瑶仙宫 而且有诸多舞者 在此秘密接触训练 或许是叶凡星 紧藏的底牌部队 行 探查到底细 接下来 就好对付了 谁 秦公子好 秦公子 这位灵姑娘 可是我的嫡喘弟子 您可以随意去使她 照顾您的日常起居 灵叔啊 怎么把她给带来了 副公主 您若是想下逐客令 直言便是 昊臣 雪柔 走了 好的 少爷 知道了 阁主 秦公子怎么了 是在下有失礼之处吗 哦 难道公主 当真不知道 我曾被这位 灵叔婉小姐 退婚吗 什么 你 秦 秦风公子 过去使我 有眼不失太深 还望公子 大人有大量 破进南园 恕难从命 这灵地 还是你们自己修吧 秦公子 是我们月瑶先公唐突了 我们 愿意出让一块上家领地给秦公子 以表歉意 好吧 在下此行 既是为了皇帝 亦是为了先公 自会尽心竭力 又过了数日 恢复灵地一事 总攥有了些许起色 秦风开始准备镇压月瑶先公 军队 我会率领开荒团 彻底封锁月瑶先公 一直苍蝇都别想飞出去 我和浩尘会控制单房等设施 叶家企图快速培养那些武者 进阶都可一般 有我带队击杀就够了 叶繁星 你想借乱渠 利用月瑶先公吞并四大家族是吗 那我就陪你玩玩 住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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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帝刚修复 是陆小双那个贱人 又来了吗 这次 看我不把他碎势万断 这是 火堆 此地没有着火吗 秦公子 请问是否见到贼人陆小双 随便用些明火就把你引来了呀 副公主 引来 你是什么意思 还没意识到吗 陆小双是我的人吗 什么 这么说 毁掉灵帝的梦后主使是你 你为什么 我不毁灵帝 叶繁星怎么又会将我送来 我又怎么能查清你月瑶先公的底细啊 火情贼 你以为你的奸绩能够得逞吗 要知道我可是 区区总是九重 也想杀我 清风 你 你敢对我动手 你知道我是什么身份吗 哼 不就是叶繁星是虚空靖吗 他还想把你打造成下一位虚空靖战力 那你敢明白 我若出事 叶繁星定会将你青刀外 哼 我的目的 就是把你们这群叶繁星私藏战力 全部清楚 今日先是灭女 接下来 很快就轮到他了 非常抱歉 秦少 竟然让灵叔晚那个贱人逃走了 无妨 他就算逃走也翻不了天的 我们即刻启程回京 是 我去背马 小双 总算是帮你夺回了这里 未来你就是月瑶星宫的新主人了 清风 谢谢你 啊 终于逃出来了 清风 我要让你付出血的代价 啊 你 是 很遗憾 那是不可能的 就等了 接下来可以开始下一步行动了 在那之前 秦兄 他怎么处理 秦 清风 没想到吧 白家南宫家与我秦家结盟 我们已经暗中将京城彻底孤立 你以为能逃出我的手掌心吗 清风 我 我愿意给你当牛坐马 我这辈子都会对你死心塌地 所以 哼 晚了 你对我做过的事 我是永远都不会忘记的 三江 了结他 是 不要 清风 再给我一次机会 拜托 来讨论正事吧 我不在询 叶家有什么动作吗 还没有 可能叶繁星还在等待时机吧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打他一个措手不及吧 二位 都准备好了吧 白家 包括开荒队在内的全部战力 已经做好了准备 南宫家也是 那我们就去把叶繁星 从皇位上拉下来 怎么回事 这股 躁动 南安的感觉 怎么回事 这股 这股 躁动南安的感觉 不好了 陛下 白家和南宫家 竟然猎手突袭了皇宫 什么 白家 南宫家 你们疯了吗 疯了的是你吧 叶繁星 放肆 秦家果然是乱臣贼子 我今晚就灭了你秦家 哼 什么 被宗师敬欺负成这样 你还真是个废物皇帝 非竞生虚空竞 怎能败给儿子逆贼 让你看看这唯有虚空境 才能驾驭的护国重器 随我斩杀国贼 镇国剑 虚空境 护国重器 就这 不许如我护国之宝 怎么了 堂堂大则帝皇 只是这样而已吗 可恶 你不会还想着拖时间 等援军吧 你可知秦家已经镇压了整个皇宫 再不会有人来帮你了 也烦心 放屁 洛神 星辰 你居然 没事 你可知我早就戴上了 大妖骸骨熔炼成的妖甲 把妖甲傍身 谁能杀我 敢炼制妖甲 你知道这样做的代价吗 大妖迟早会占据你的身躯复生的 屁话 人又如何 妖又如何 不许如今儿再次被你情贼灭亡 不如放手一搏 再续天下 我得当住 不好 我能感受到体内涌动的能量 杀你轻而易举 是吗 只可惜 妖化之者力量 长脑子 什么 混账 以为如此便能挺住我吗 但我获得完全的力量 你们都得死 你人族从太古至今 就与妖族势不两立 趁你还是人的时候 让你离开这个世界吧 竟然 下雪了 皇宫那边没动静了 秦兄应该赢了吧 那还要说 还一定胜利了 我知道 你使用的是洛神剑法 其实我有洛神二世剑谱 只要你不让叶家 亡于我守 我愿给你 我知道了 大则皇帝叶桓兴 道行逆施多年 妄图吞并四大家族 最终为秦家秦锋所斩 随后对叶家 司徒家的秦查展开 三皇子等叶家主犯 皆被处决 只留下些许不惧威胁的妇孺 皇帝之位 秦锋本是众望所畏 但他以修炼繁忙为由婉拒 于是秦家家主秦战登基 改国号为秦 并且作为开国皇帝 立下誓言 大秦三祖 永结同心 月瑶宪宫的事情 都处理好了 嗯 现在国内大事已经稳定 你我也都已晋升为宗师五重 眼界也应该放更长远一些了 你已想好如何对抗天孝宫了 嗯 首先我会协助山鬼 在大泽边关建造属于他们的城市 这座城市 将会是大泽抵御天孝宫的桥头堡 而且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我要创造一个专门针对天孝宫的宗模 难道你已经 是的 已经默默筹备许久了 不过宗主的人选 不是我 小双 接下来 你就是破天宗的宗主了 我 天孝宫在诸多王国境内受有分布 我就先到龙陵王朝的分布 搜集一些情报吧 不过龙陵王朝这样弱小的王国 竟然还能存在 他们的皇帝 不会是天孝宫的傀儡啊 这么弱还想向我天孝宫复仇你配吗 自量你的穿货 受死吧 谁 你说你是天孝宫的 哦 一个外地人嘛 在天孝宫面前成英雄 快逃 他俩在天孝宫弟子里都是排名前列的高手 是宗师九重 他刚才连剑都握不稳 怎么可能是高手 小大 敢敢小看天孝宫 快要看看 你有几斤几两 想看我的实力 永远来换了吗 这位朋友 我出来乍到 跟你打听些事情 原来如此 像你这般因为天孝宫 而失去了家国或失门的人 还有很多是吗 正是如此 既然如此 我倒是有个好去处 你可以考虑看看 对天孝宫心怀恨意之人 皆可成为我破天宗的助力 要想办法吸纳这些人 想要广招人才 最好就是真真切切的 让他们看到破天宗的力量 那 来打响破天宗的名号 幸好救下的那位仁修 给了我通关信武 他还说边境城市内 还有抵抗组织 让我凭信武 即可获得援助 只是这组织 上哪儿找呢 没长眼睛嘛 都给我让到 看好了 这就是反叛天孝宫 和皇帝陛下之人的末路 没想到 太子殿下还是被抓了 当今皇帝 就是天孝宫的狗 你不要命了 这太子似乎是属于反抗组织的 那或许 秦峰一路跟踪囚车 在此过程中 逐渐摸清了 龙陵王朝的局势 上一任皇帝 因反抗天孝宫暴政 而被杀害 事后太子龙天歌 集结力量暗中反抗 但也失败了 目前太子 正在被押往京城 等候处斩 这太子真蠢 非要反抗天孝宫 要死了吧 太子可是宗师久禁舞者 不会突然抱起逃走吧 你傻呀 吃了天孝宫的特质丹药 他现在就一普通人 现在我们想怎么虐他 就怎么虐 我想先削他一条胳膊 喂 别把人打死啊 放心 死不了 怎么回事 这些人 我只是在飞刀上 下了一点敌药 敢问阁下 是敌是有 当然是有了 你这是做什么 我懂了 他们对你下的丹 是这个原理 你是丹师 你想做什么 炼解药 这丹师 能徒手炼丹 没用的 我身上的丹药 可是高级炼丹师炼制 你不可能进 丹城 吃了它 你 你为我吃了什么 看看你修为吧 什么 我的修为回来了 你居然轻而易举破了我身上的丹药 可为什么我修为明明回来了 但看起来还是无修为 只是我丹药的额外小功效而已 龙兄难道不想给天孝公一个惊喜吗 不 幸好尊者愿意出手 否则 贼寇不知还要流窜 多久 无碍 等斩了前朝余孽 我就可以放心 去搜寻师兄了 您的师兄 可是那位乌冬尊者 我们师兄皆负责为宗门开疆� sin 他将龙陵王朝留给我之后 他孤身入荒漠禁区 结果竟没了消息 搜寻尊者 龙陵王朝自无旁贷 我们会负担所有开销 皇帝有心了 出行速速开始吧 已经完了 至少能够和太子死去 死在一起 死而无憾 只是可惜败给了天孝公 太子龙天歌 意图谋反 不敬天孝公 罪该万死 按律当赶 你们 怎么了 容我 结个法场先 难敢结法场 还是孤身一人前来 不自量力 龙陵王朝的刑场 就跟菜市场一样好近了 何月三者 还把这人抓住神问 在天孝公的地盘 还敢大放厥词 我看你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 你说这里 你是谁的地盘 什么回事 不是给他为了天贵丹吗 他应该行动废人才对啊 是 那种垃圾丹药 早就被我修你破解了 何月尊者和乌冬尊者一样 是虚空镜二层吗 那他就交给我对付吧 你认真的 即便耽误双修 宋师镜也不可能战胜虚空镜啊 是 乌冬尊者已经死了 我杀的你 你 你能击杀乌冬 我知道了 那我负责牵制其他人吧 清秀 我龙陵王朝的未来 就托付给你了 放心 尊者救命 鲁鱼就该好好地在地面仰视我 你没有与我对敌的 雕虫小剑 结束了 照亮小丑 你也灭吧 那是天孝宫内门威力极强的秘法 秦孙不会有事吧 嗯 嗯 嗯 你的剑挡住了我的秘密王啊 不 一定是巧合 你 这一发结果你 洛神一世 流风回旋 洛神一世 是 我听乌冬尊者说过此剑计 难不成 没错 乌冬已经被我杀了 不可能 你去区区宗师将 绝不可能打败我等虚空将 乌冬死前也是这么想的 你就和乌冬一样 不是荒野吧 什么 哎 魂炸 我要将你彻底 活不扬灰 我已经看穿你的秘法了 哼 又别了 啊 啊 啊 能把我逼到服用天杀湿血丹的份上 你是唯一一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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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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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 虚空镜四重的力量吗 他居然瞬间攀升至虚空镜四次 但为何他的身体 却进入了冰死状态 难道说 怎么了 先下手为强 什么 你的丑态 我已经看够了 为何 只是磁力和丹药而已 怎么就突然这么强 蠢祸 这不是普通增幅的丹药 天煞嗜血丹服下 身体会进入冰死状态 常人服用 只会暴毙 唯有我这样经历过死亡痛苦的人 才能得到这种力量 你可知我忍受了多少折磨 原来这丹药 是这样用的吗 你什么时候偷走的 你不够无所谓 你敢吃吗 只要你吃下 你必死无疑 是 什么 这种冰死的痛苦 我早就习惯了 怎么回事 他也能通过我的丹药库的力量吗 必须立刻射死他 太难了 你 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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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杰法长得竟然这么强 别开玩笑了 国师怎么会输啊 他压制住了国师 国师输了 已经没有认识他的对手了 喝酒 喝酒 中国老�ane 手 我 有神 来 我 来 来 schwer friends 不能杀我 真是没啥新意的遗言啊 天小宫的丹药 能让人瞬间达到冰死的境地吗 这正好能激发我体内的内股力量 并且还能暂时提升修为 这丹药对我来说 可是一大王牌助力 时候得学着炼制一些了 和 和月都死了吗 我得逃 想活着接受审判的话 我劝你乖乖听话 我篡夺皇位 我勾起天小宫 我罪该万死 我 我什么都会做 只想你们能饶我一命 秦兄 你让我留他一命 是为何 我还有些话要问他 想活命就告诉我 天小宫分别控制了哪些王朝 他们都有哪些高手助阵 是 是 之后数月 为了打击天小宫 以及宣传破天宗 屏风和龙天歌 走遍了数个被天小宫控制的王朝 仅二人便刺杀了这些被控制的国家内 所有的天小宫弟子 并且当众处决那些对天小宫为命是从 出卖国家的皇帝 谁 皇巫王朝 护驾 护驾 已经晚了 走狗皇帝 来者何人 你敢寻求皇帝 何乃终将覆灭天小宫的破天宗弟子 秦风 同门有令 与破天宗弟子 无需审判 即刻出斩 杀 你以为自己还有那样的机会吗 秦兄好像又变强了 与何月战斗后 我如今已是宗师进八重了 最近实力增长得还不错 如今我也破除了十多个王朝的天小宫势力 破天宗的名号 已经很晓亮了 秦兄 我翻遍了数十个王朝的宝库 但是万年雷姬木只找到两份 雷姬木可遇不可求 何况万年 两份已经算得上是幸运了 当时天小宫秘药 你只吃了一颗就知道其材料了 你现在是要复刻 不是复刻 而是改进 天下嗜血丹副作用那么大 明显是药材选择有问题 当然修改起来也很简单 看来秦兄的丹道造诣 抵得上天小宫所有炼丹副 对了龙兄 这个给你 这是 你本是宗师靖九重 佛下那枚金风玉露丹的话 应该就能晋升为虚空靖了 什么 我一路以为虚空靖无我 秦兄之恩 莫尺难忘 龙兄太夸张了 大家的目标都是扳倒天小宫 自然是同路伙伴 登城 接下来 该进行下一步计划了 秦少就在这个王朝吗 他正在等着我们 那个 真得要这么写吗 对 你就写求援信 说和约尊者 出发去黄都世交 讨伐破天宗了 数日无幸 你希望天孝公派遣长老增援 已经准备好了吗 自然 按照秦兄的指示 已经在世交社服完毕 就等没人入网了 恭迎各位尊者 历领我龙龄王朝 运气真差 竟然在这个节骨眼 被派来清剿破天宗 无妨 早点解决 再继续参加宗门招星大会吧 各位尊者 何月真的一个人去讨伐破天宗了 不禀告宗门 还一个人吃得下吗 不禀告宗门 估计是想独占投宫 确实是何月的风 确实 何月既然今天肯叫我们帮忙 多半是栽了个大跟头 可否劳烦皇帝带个路 没 没问题 两位尊者请 这破天宗的魂帐们 就在这种地方 应该是秘密的藏身之处吧 喂 姓龙的 何月就是来这里了吗 等等 你要去哪儿 带我们来这儿 当我们是傻子吗 龙木云 人呢 这是起雾了 咱们中计了 这 这是怎么回事 泉源 遮住口臂 绝对不能让烟雾进入体内 这烟雾有毒 是陷阱吗 死辈 敢埋伏我们 给我滚出来 你手里的扇子 还挺有趣的嘛 你是谁 狗也在哪儿 不用问了 应该就是被他杀了 聪明 你猜得没错 而且 你们也会死在这里 放箭 这二人可是天孝宫 还没死 寻兽殿长老 还没死 寻兽殿就废掉了 不过 长老即便没那么简单 还是做好打恶仗的准备吧 你的小把戏 就到此为止了吗 他手中的优玄龟甲顿是妖气 品质不俗 二位不愧是寻兽殿内数一数二的高师 没错 我寻兽殿专门数列大妖的妖丹 并用其妖丹锻造妖气 天孝宫内 巡兽殿实力仅次于虚神镜坐镇的武神殿 面对我们 你好无胜算 那可不一定 你的境界低微 是绝对无法突破我的护盾的 而且它还会成为你的牢笼 青锋 我们来救你 砸碎可没有上场的资格 完了 青锋居然被抓住了 去吧灵兰 青锋被囚 杀了他的同伙 交给我吧 青锋 你就眼睁睁见证自己同伴的死亡吧 哎呀 什么 牢笼被打破了 那么简难倒是 什么 你比我预想的要强上那么一点 不过 我这把枪的枪头 我是由虚空镜五层的大腰之脚打磨出来的 能错吗 谁是 东风回旋 我的枪被冻住了 刀 在剑技室 灵兰 不想全身都被冻住的话 就松手 熔岩巨兽的脚竟然结冰了 这种事怎么可能 不好 慢着 这位兄台 您刚刚用的剑技 难不成是 落身一事 流风回血 是又如何 没想到公子是妖精落神之主 此战 是我等无礼了 这 什么 你说那是落神 抱 抱歉了 没想到 竟遇上了能让落神认主的人物 是因为 真意尽散了 做什么 我可是天孝公头号的人 想跟我套近 知道大人不会信我们 不如 先让我等展示一下诚意吧 此物为净土莲花台 并非妖气 不仅能治疗 而且可以提升修炼速度 我等刚才伤了您的人了 这座净土莲花台 就赠予您 当作陪礼 我的伤 好了 治疗法器十分稀有 看起来这两人 还真有点诚意 想要我信你们 这样还不够 那大人 还希望我们怎么做 这是仙魔练心丹 服下后 只需我的一个念想 你们的心脏就会烧尽 你们俩要是不放心 把性命交给我 我们只好继续打了 不 不 我们吃着就打了 多谢配合 接下来 咱换个地方详谈吧 是 二位 我想知道 为何天孝宫要试图征服荒漠周边国家 甚至是更远的大则 因为天孝宫的真正目标 是想要将整个荒漠禁区 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内 哦 这是为何 荒漠禁区之内 有着天孝宫屈之若鹜的宝物 也是我和灵兰 势在必夺的东西 所以你们想要独吞那样东西 为此不惜背叛天孝宫 还要借助我和洛神的力量 没错 清风大人若能助我 抢得那件宝物 您就是我奉献的大恩人了 哼 那东西 至少也要告诉我 是什么呢 是妖族的妖和 以及妖族身上的天才地宝 其贵重程度 都是有势无价 哼 这样呢 行 只要利益分配合理 我乐意奉陪 既然如此 接下来就请大人 随我们去往青木王朝 没问题 为了得到那东西 接下来我得先带您潜入天孝宫 如今恰逢天孝宫在举办人才招揽大会 通过大选后 您就能顺理成章地进入天孝宫了 好嘞 干掉他 就这都赶了大选 不要命了 我只要上擂台胜出就可以了 是的 胜出后就能加入天孝宫 前往荒漠禁区的队伍 到时 我们就能一同前往 大会 本要从最低级开始打 但秦兄作为被我们举荐的人 现在就可以去参加分区决赛了 哼 哪来的靠关系来到决赛的废物 遇上我 你怕是要逃打了 哼 我可是虚空进二重的天才 来见识一下你我的差距吧 打分他 顾少 虚虚宗师境 都敢进入第一轮决赛 终究是个关系户罢了 谢谢您安排他直入决赛 三言之事 九叔问候 二位在龙陵王朝剿灭破天宗的事 现在无人不知 这叠小事 我自当满足 那个叫陆小双的 我真把假情报散播出去了 果然有点神奋 能把我们大败洗成大盛 但这个固忧 可是青木王朝虚空剑的奇才 你们确定要选他当对手 说我直言 若是狂妄自大 这机会 恐怕是要浪费的 是吗 我看未必 什么 这 这怎么可能 不堪一击 那关系户 仅仅一拳就获胜了 顾忧可是我 亲木王朝的骄傲啊 能如此快速击败古佑 这人究竟是什么来头 天机不可泄露 各位第一轮的圣者 接下来是第二轮大选 你们要深入鬼沙岭 杀妖寻宝 从鬼沙岭中带出来的一切宝物 都会被换算为点数 但注意 鬼沙岭内有各种妖物 不必按照给出的地图形 不可参攻冒进 那么 第二轮大选 白石 黄沙岭 定要夺怪 三眼之势 不是说鬼沙岭那头妖物 因灵气活跃复苏了吗 放他们进去 没有问题 上面坚持如此 而且给他们的地图上 也标注了不可进入的区域 但愿他们 足够幸运 我这边才刚猎杀到几个妖兽说话 就被人盯上了吗 他们是想暂时不去寻卯 先解决竞争对手 说是如此 哥儿几个跟了我一路 出来聊聊吧 有两下子呀 你这矛头小子居然能发现我们 交出你的妖盒 不然就死在这儿吧 不是 你们不自量力盯上我 就为这点妖盒 好快 就现在 你想象的要击手啊 拿起精神 一起动手 放箭 在我们的河弓下 即便是虚空尽巅峰 也别想毫发无损 是 可我觉得你们还远不够看呢 多谢馈赠 你们的宝物 就归我了 不愧是新兽殿的长老推举的人血 但是 你也会死在这座鬼沙岭中 他这话什么意思 而且这些人身上 为何没有值得兑换成点数的东西 别再进去山路了 逃 赶紧逃 放弃大卷吧 蝉睡的妖兽已经苏醒了 那可是虚空尽三重的 这妖气浓肚 林子深处 难道是有大妖吗 在大妖的地盘还敢进行大选 天小宫的人脑子抽了吗 还已发了兽巢 滚身 林中这股妖气 难道是那位大妖苏醒了 三眼之势 我们得先去将选手们救出来 秦风不能死在里面 等进 大选开始 外界有困住妖兽的结界 我们目前是进不去的 什么 秦风 接下来就只能靠你自己了 这鬼 怎么不见少啊 总算摆脱那帮畜生了 糟了 人类舞者 好吃 这就是林中的大妖吗 南口吐人言 至少是和灭妖城地母 差不多级别的大妖 有点棘手了 要吃 人类舞者 来得好 落神一世 流风回旋 接下这份礼物吧 人类舞者 虽然笨 但是 好吃 你的力量 总之是如此吗 永远不痛不痒啊 什么 死吧 你这个脑袋 就烧下了 这人类 好强 什么 大妖不见了 大妖的妖气 还在这迷雾和猴群之中 她或许是躲在其中 准备偷袭 虚空禁大妖太危险了 不能放她出去猎杀生灵 必须将她沾溺于此 尚好借此机会 试试落神妖气全开的威力 与其一身犯险 竟能勿把大妖揪成 一次性 把你们全灭 妖气阵列 一武 擒成 我望的妖气消失了 定是死在其中了 等一下应该能找到妖丹 这强化后的洛神妖剑好生霸道 强心使用还是太勉强了 只能作为我今后的底牌 不到万不得已 不能使用 大妖的气息 似乎突然消失了 难道说 秦峰 你竟然安然无恙 那大妖是不是被你宰了 先不谈那个 想取我性命的人就是你 对吧 大赛的负责人 秦峰 你在说什么 是发生了什么吗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最好有证据 刚才我在鬼沙里内被人偷袭 本以为对方是打算解决掉我这个竞争者 但他们身上没有打猎到的猎物 我猜测他们只是被派来杀死我的刺客 而能让刺客混入选拔者的 就只有亲自负责大会的你而已 血口吻人 我身为天孝公执事 怎么能容你如此诋毁 三眼执事 等等 怎么了 一个个剑拔弩张的 大人 您怎么过来了 恰逢路过秦穆王朝 我就来关心一下卷拔 看你们的反应 这人似乎关很大 当然 所有去荒原禁区的弟子 都得听命于他 原店主 这些歹人竟然诬陷我 说我放刺客进去 袭杀他们推举的人 休要狡辩 本店主已经查清 就是你 让外人进入鬼沙岭 行误鬼之事 可是原店主 不是您让我 被追 原店主 独职之人 留下何用 听闻是二位长老 发现了三眼独职 本店的处置可还妥当 理所当然 并无不同 是吗 那比人有事 就不多打扰了 大人慢走 大人慢走 有猫你 这人是在杀人灭口 你是说那原华 是想操盘大选 把大选中不是 他的人都暗杀了 嗯 你们说通过大选的人 能随原华 去荒原禁地 或许是为了利益最大化 原华是想把过选者都安排成他的人 才要把外人都杀死 这样吗 好个老狐狸 很有可能 独猎妖兽后 所得材料有限 人多就不够分 所以他想独占 但如今 你能去荒原禁地 已是板上定定 距离出发还有一跃 你可以安心在此修炼 秦兄 合作愉快 那就多谢二位了 可恶 没想到我唤醒妖兽 还是让凤贤他们的人活下来了 本就有个公孙 现在还多个凤贤 这不是狩猎成功 还得多分他们一份 这凤贤 凌兰和秦峰 必须找机会 干掉 之后的时日 秦峰一边继续苦练 落神剑法 一边精进武道 侯王的妖和 则被秦峰喂给了啾啾 啾啾境界 攀升至虚空境的同时 还掌握了新的树房 心无旁骛的修炼之下 秦峰晋升为宗师境九重 这小子的天赋究竟有多高啊 饶使我天孝宫开宗祖师 恐怕也不及他秦峰吧 我突破好了 讨伐妖兽的队伍 已经定下来了吗 这次一共有三方势力 除了我们之外 殿主元华和公孙供奉 也都会各自统领一支队伍 是那个虚空境九重巅峰 单舞双修 而且在练戏上也颇有一手的 公孙供奉 没错 他会是狩猎妖兽的主力 亦是此行领队 这么看 此行的竞争对手 或许又多一位啊 此行凶险万分 我们的敌人 不仅是虚空境九重的妖兽 还有其手下 以及严苛的环境 被选中的诸位 皆是我天孝宫栋梁 但若是谁 拖后腿帮倒忙 那我自会处置 所有人 开始登陆非洲 是 听说目的地炎热异常 我就准备了这些清凉退火丹 赶紧服下吧 这 这个丹药配戟极为有限 炼制也颇为困难 你竟然有这么多 而且品质远超我们天孝宫 这是你们的丹方不惊 白白浪费了名贵草药 何方俊杰 年纪轻轻 能有如此炼丹理解 你可有失诚 没有的话 愿不愿意拜我为师 公孙供奉从不收徒 今天竟然主动收徒了 天大的牌面啊 羡慕死了 如此一来 清风就相当于多了一个护身符 元桓那个狗东西 就再能耍阴招了 多谢好意 但非常遗憾 我已经有失诚了 你 那真是太遗憾了 可以的话 还真想结识你的师父啊 秦兄 你可以先假装拜个师啊 终归是有诸多好处 让我行拜师里 他还不够格 死子有如此记忆 但若不能为我所用的话 公孙供奉 我们已经抵达荒原禁地外的上空了 很好 全员都打起精神来 斩杀此地最强的妖兽 着沙之主 就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是 着沙之主 就是这片广袤禁地中的最强药物 你看看就知道了 这里究竟 发生了什么 着沙之主途经的地表 都会荒漠化 正是他造就了世人所知的荒漠禁区 这也是天孝宫围猎他的原因之一 接下来的路上凶险万分 会有无数妖兽出现 一定要小心 放心 救 救命啊 糟糕 来不及救援了 秦峰 你 秦峰 好 好强 只是一个眨眼间 妖兽就全灭了 这小子展现出来的实力 远超他的武道境界 对付他 我可不能大意 这国气息 以及从地下传来的响动 全体注意 恐怕这禁区内最危险的妖兽要来了 什么 出现了沙漠如虫 那表明我们正式踏入了灼沙之处的核心领地 沙漠如虫至少有虚空进二重的实力 这个秦峰必死无疑了 这妖和尾是不错 寻找寻多名弟子围猎的沙漠如虫 他竟然一箭就解决了 这小子究竟是什么实力 救我 这阵妖武后墙 快逃啊 一帮废物 听我指挥 组织战型反击啊 扶不上墙的烂泥 我不出手 一些虫子就打不过了 还拿什么和他们竞争 神 清晨 什么 那小子居然 这些都是我杀的 回收的妖和都归我 没问题吧 可恶 他真的只是宗师镜吗 这小子肯定隐藏了实力 一小时后 附近的沙漠如虫 全被清除 全对原地休息 你也休息吧 清风 这里的虫 几乎全被你杀了 没事 我不累 这是 小心 地面不太对劲 救命啊 怎么回事 地面碎了 这是怎么回事 你身体不受控制的 被吸进去了 糟了 下面应该就是 大妖的洞穴 我们直接进入 人家老巢了 攻速攻凤 该怎么办 瞧你那副 不成体统的样子 看看那小子 凌危不落 此人实力 心性 都不像他这个年纪 该有的 绝不能继续放任他成长了 此刻 正是好实际 这不凶事 清风 最后那一阵旋风 好像不是妖灵 难道 不过荒漠的地下 竟然如此富饶 看样子 妖兽在地面夺取的灵气 都回馈到地下了 这里的条件 确实得天独厚 仅是药材 此行我就赚翻了 清风 终于等到你孤身一人了呢 我看你是凤贤手下最强的吧 你今天必须死 袁华 终于忍不住了 社局想在鬼沙岭干掉我的人 也是你吧 是要怎样 王元的宝藏 分的人不是越少越好吗 悲狂无相 一个宗师警 还想跟我斗 我想要碾死你 还不是一如反掌 就凭你这水分颇大的虚空劲 师傅 你用的招数 跟和月乌冬很像 难不成你是他们的师傅 你见过他们 那可是我的弟子 是我 那你这师傅 教得可真烂 他们被你杀死了吗 你 你究竟是什么人 破天宗 擒风 我就猜到之前的风是你刮的 将计就计 就是为了引出你 原来落单 是你故意的 你 你居然 一直在算计我 我谁一事 流风回旋 不好 拙杀之主 正在闭关尝试 突破虚空劲九重 冲啊 夺取手工 这是什么 杀子 杀子的巨浪 阻挡不了 身体要被杀子冲干了 不要生 再掠夺灵气 混蛋 想让我们成为他突破的耳料吗 不可再坐以待毙下去 如果放任灼杀之主 突破到虚空劲九重 我们必死无疑 只有打断他 或许还有一些生机 去 先寻一下天孝宫 专门为你准备的武器吧 独生供奉 没事吧 没用的 我早早做过调查 捉杀之主极度擅长防御 未有传说中的落神剑 才能破盾 可是清风取不见了 地血之内异常凶险 难道他已经在别处 遭遇意外了吗 糟糕 小心 快避开 秦风 赶上了 那就是灼杀之主吗 是的 他此刻正为破镜而闭关 秦风 这里只有你能击杀这只大妖 开什么玩笑 打一戒宗师经怎么可能做到 我们已经失败了 没敢在大妖破镜而出前撤退 我们就打算放任大妖突破 让他出去维护神剑吗 主公就交给我 你们记得掩护 雕虫小技 完全不够看哪 竟然如此轻描淡写地破除了沙拉 卫安 可人东门来不出来杰克 别怪我 拆烂你家门绑了 成功了 我等虚空剑都无法突破的防御 他 他竟然一人就成功了 当然 他手里的可是洛神剑 是谁 竟然让我功亏一亏 不要将二等奴隶 全部埋葬在黄沙之下 那种怪物怎么可能对付得了 我们全都会死在这里的 快逃吧 能打断灼煞之主的破镜闭关 已经是大转 接下来先从长计议 你们先走吧 我二人要为秦枫留下 这几人疯了吗 死在这里 连世果都不会留下 奇修 我这样算够义气了吧 你可千万要打败灼杀之主啊 你现在可以开始想怎么分赃了 就听而答 人类狂妄的蛆虫 我必须攻下级妖法 杀之追 受死吧 好夸 你们小心 封信 林兰恩 小小人类 接下来死的 是你 拿来 作杀之主 杀害击毁我之兵中 他俩竟皆比你高不少 却连我的义法攻击都拦截不下 只是宗师镜的你 要怎么接下这些呢 虚空终极妖法 杀坠乱脱落 宗师镜拦不住的话 就用虚空镜来拦 火镜 虚空镜一重 弹杀 拦药 仅是你虚空镜 他身上的气息 刚才完全不一样 死不过 有些熟悉 我可以为了人类 杀了你 去死吧 虚空尚尽妖法 热杀地狱 诺神二世 难道那是 永剑 明云碧月 为什么 云雪人类 它是人类 它能够失忆 妖皇之间 不过如此 这妖河 似是我的东西了 不知灵兰他们怎么样了 秦风 刚才怎么了 对了 我们得赶快逃命 快逃吧 朱尔沙之处 根本不是咱们可以对付它 我们得出去召集军队 来解决它 已经不用逃了 别担心 我已经回收了妖河 剩下你们想要什么 就拿吧 什么 你一人杀了大妖 卓沙之主的骨骼 完好无损 全都可以剔除出来 简直就是一座宝山 只要有了这些 我们就有 生入虚神经的可能了 秦风 大恩大德 莫尺难忘 你们不必如此激动 另一边 公孙供奉 以及其余天孝公弟子 则彻底迷路了 大妖苏醒 秦风他们定必死无疑 当然 幸好咱们公孙供奉聪慧 及时带我们离开 我不过是做出当时最正确的决定罢了 秦风他们还是年轻啊 这不是公孙供奉吗 真巧啊 我还以为供奉您 早就带人离开了呢 怎么可能 你们没死 还从大妖手里逃了吗 你们在说什么 妖兽卓沙之主 已经被秦风讨伐了 不耻小儿 怎能如此鼓吹自己的功绩 你有讨伐卓沙之主 成功的证明吗 牛皮都要被吹上天了 你要是真杀了卓沙之主 我现在就趴在地上吃沙子 这个做证据够不够 这 整个天孝宫都没有品质这么高的妖和 而且还散发着卓沙之主的妖气 他们竟然真的击杀成功了吗 好吧 算你们有功 把妖和交给我吧 告诉我会全力提拔你这个公主 斩杀妖兽居守宫之旅 自然可以拿走妖和 您无权向秦风锁掉 你 妖和当然是宗门的 夫不交出 示弱背叛 天孝公弟子 听我号令 不若秦风等人不从 便将他们就地正法 准备 准备 就知道你没憋什么好屁 不过正巧 我们也不想你们能活着走出去 秦风 杀兵就交给我们了 行 狂妖小儿 本座就亲自出手 承见你这个晚辈 不怕还是等醒了再说吧 老东西 来品尝一下吧 我本来要用来讨伐灼杀之主的秘法 秘法 出身雷雨 竟然是这一招 即便是虚空锦 也有可能被雷电烤焦啊 秦风 你死后 妖和就归我了 什么 这就是你压将底的手段了吗 还是不够看呢 那可是针对着杀之主的绝招 秦风竟然毫发无伤 这 这种事怎么可能 若是二世青龙碧月 披展出来的剑气 可以斩灭非实质性的东西 是一招居然比我想象的还要强 哇 我的绝杀都无效 这种秦风已经不是我能处理的了 就赶紧返回宗门 立起了虚神镜的老家伙出手 若是 母亲城 哇 当你对我出手的那一瞬 你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 你们还要继续吗 风风有令 不敢不从 还望长老门害害 很好 接下来你们就是我们的人了 不服者 死 随后 秦风一行人 总算离开了地穴迷宫 凤仙和凌兰准备和秦风分别 最近几个月收获颇丰 真的非常感谢二位 秦兄客气了 我们留了搜非洲助你返城 你的目标是毁灭天孝宫吧 但天孝宫有那几个虚神镜的老怪物在 你目前的实力 想撼动他们还差很远 虚神镜飞天遁地 班山倒海无所不能 即便你成功击杀了灼杀之主 与虚神镜武者也有云泥之别 这我知道 不会想尽办法 抓紧提升实力的 秦兄 不如你直接趁机加入天孝宫如何 天孝宫资源强大 如果你能来 可尽情使用天孝宫的资源 以加速破镜 你们是要我潜伏进天孝宫吗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你来内部也可以更好地破坏天孝宫 哼 这二人性命还在我手上 你应该不会算进来 嗯 我会考虑一下 清风 欢迎回来 你尽其虚空境了 是啊 这一趟出去收获不错 山鬼一族 哼 他们的算盘打得挺小 重新 这事我处理了 啊 多谢秦峰大人 为我等主持公道 请秦大人 以及严惩司徒家 我了解各位的仇怨 但还请各位不要着急 稍微等等 啊 严惩有什么意思 要做就直接端了 先放长线试试看 我倒要看看 司徒家在搞什么 还是长老聪明 只要说我们是按律法行事 山鬼那些蠢货自然乖乖听话 嗯 如此一来 我司徒家又可大赚一底 公平也全都备好了吧 可绝不能出现差错 嘿嘿 您放心 都安排好了 届时我会亲自护送 好好看 等那些大人来了 你我自然都可高深 我在此先行谢过长老 秦峰 有什么事吗 根据调查 最近几个月 司徒家的税收尤为寂静 他们应该已经聚拢了大批资源和财富 果然 司徒家没啥好的炼丹师 这些药草他们根本消化不掉 除非 除非 什么 不是自己用 而是给其他人 司徒家本是叶家的走狗 叶家倒了才安分了吧 现在开始动作 恐怕是已经找到新的靠山了 那怎么办 没事 鱼已经养肥了 去看看他们的新靠山是谁吧 这可是要贡献给天孝公的物资 都给我小心着点 宋燕大人 您久等了 老驾宋燕大人亲自跑这一趟 等等 蠢蠢 你们被跟踪了 你 你说什么 快 快 是 石腰啊 怎么 怎么会 竟然是石腰 这些都是哪来的 救命啊 救命啊 你不要吃我 突然找我要石腰的控制权 就是为了对付这些人 先练练手罢了 看看石腰有多听话 普通石腰而已 无需畏惧 是 我们可全是在虚空镜三层之上的精英部队 那些石腰完全够不成威胁 哦 你们这些家伙听上去 很适合给我当练手的魔刀石啊 在战场之上还敢如此显眼 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吗 找死的速度 我确实 没想到大德竟然还有你这样的强者 这一次算可以不那么无聊了 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大责了 唯有大钱 有区别吗 反正都会被我天孝宫吞噬掉 这 天孝宫的武器都是玻璃吗 我这可是倾慕王朝晋线的宝剑 既然破碎了 你那是什么剑 你们天孝宫心念念的妖剑落神 真到了面前 反而认不出来了 怪不得 原来那就是落神嘛 没有此物 此人定不容小觑 怪不得 原来那就是落神嘛 没有此物 此人定不容小觑 既如此 这时又拿了什么武器来试试硬度 自己几斤几两都不清楚的逞货 不足夕 这光明不对劲 地有必然 充当我的盾牌 我把水光照到 你总会变成石头 你躲不开了 给我化成石像吧 什么 我这可以石化的威光剑被劈开了 太极限了 没想到落神二世 连光都能熄开 那么接下来 是我的回合了 怎么突然开始下雪了 我的脚 什么时候 告诉你 我可不喜欢石像 落神一世 由风回雪 我更喜欢 栩栩如生的冰雕 连大人 都被打败了 司徒家勾结天孝宫铁证如山 即日起 彻查全阻 事后 司徒家 以勾结天孝宫的罪名 被全体抓捕 司徒家 就此彻底失事 如今司徒家 不会再迫害你们了 你们可以尽情打理属于你们的百战城了 多谢大人 还有 我将这些石妖的指挥权 交给你们 他们能抗能打 吃苦耐劳 秦锋大人 竟然能操纵这些石妖 为 为何要将石妖交给我们 荒漠禁区的主宰 着沙之主 已经被我干掉了 未来禁区会逐渐恢复为灵气充盈之地 你们要抢占先机 利用石妖尽速开荒 我们连荒漠禁区最弱的妖物都打不过 秦锋大人竟然杀死了主宰 秦锋大人太强了 谨遵秦锋大人的指示 山鬼离开后 秦锋单独和地母会面 我能走到今天 你的援助至关重要 俗话说投桃报李 收下这个吧 这股气息 竟然是灼杀之主的妖和 你知道它呀 和我作对的下场 你也看到了 今后你应该能正确辨认自己的盟友和敌人了 对吧 当然 我发誓永远是您的盟友 他的进步远超我的想象 现如今 我也有限臣服于他了 既然如此 还请您帮我准备这些草药 没问题 这次要练什么的 我新研发的丹药 能够帮助你和浩尘等人加速修炼 生伤虚空禁后 总算又能炼制前世的百鱼种自创丹药了 秦锋 这是出问题了吗 现在时段太危险了 别怕 相信我 这次丹药的难度极大 但是相对 变成效果也不越好 给我定 很好 成功了 这是虚空禁以上吞佛 才不会暴毙的丹药 通达徽元丹 之后你交给翻江和浩尘等人 他可以加速修行 不亲自给他们 就表示 你又要离开这里了吧 我已经打算接受奉献的建议 获得天效功 好小子 总算来了 三位 久等了 我就知道 你一定会来的 正好 专门为你锻造的妖气 已经完成了 考虑到你现在已经有了洛神 我们就为你打造了这个远程用武器 灭魂笔 灭魂笔 远程武器 恕我直言 这不也是进展武器吗 这可不是寻常妖气 我们运用了灼砂之主的虚体作为材料 这些匕首可以用精神力来操控 代价就是寻常武者难以驾驭 最初能控好一把就是极限了 至少你要虚空禁巅峰的精神力量 才有操控自如的可能 四方 竟然 竟然一下 就能操控十八把灭魂笔 我失了很久 最多能控制两把 清风的天赋这么强吗 多谢你们相赠武器 接下来咱们聊聊重头戏吧 如何毁灭天孝宫 我编造了 公尊供奉和灼砂之主同归于尽的谎言 如此便空出了一个供奉的职位 因此 清风如果有足够功绩 来证明自己足以担任供奉 就可以以供奉之职 进入天孝宫 有了供奉的权利 我就能在天孝宫干很多事了吧 那我该如何获取功绩 我建议你去狼牙草原一趟 狼牙草原是天孝宫和游牧一族 战斗的最前线 那里战况多有机灵 虽然危险你不重 但你若能在那立下战功 当上供奉是轻而易举 你说和天孝宫激战的游牧一族 不会是那个热衷屠城的民族吧 是的 狼牙草原上的游牧民 擅长驱使妖兽 为了填饱妖兽们的肚子 每次他们攻向城池 都会让妖兽 我知道了 反正两边都不是什么好东西的话 我会去的 好了好了 没事的 没办法了 她的双腿已经保不住了 别动别动 真的没办法了吗 伤到了骨头不说 还被剧毒的虚空净妖物咬了一口 我实在是回天乏术了 我来看看 哪儿来的仙杂人的 没资格对我们一时指手画脚 出去出去 伤嘴 吃了它 你给我的患者吃了什么 莫好香 好了 她 她怎么 没什么 我只是给她吃了我的回春丹而已 如今我已经证明我的医术资格 我这边也有些事想要了解一二 不知可否与我一须 回春丹可是高级炼丹吃才会的 难不成 好 好的大人 你说要搜集情报 怎么样了 我已经知道游牧民族一时的妖兽了 我如果能把游牧民族的妖兽 全部消灭 攻击应该够格了吧 这确实是个大攻击 那便行动起来吧 秦风 草原面积太大 我们找来了尚无任何人可以驾驭的妖兽炫脉宝马 赶路老厉害了 这妖马乃上古遗种 请您务必小心 他桀骜不逊 随时可能抱起伤人 你在说什么呀 这个孩子不是很听话吗 我就知道 叫秦风是多余的 秦风 只有我们两个人来的话 还是太危险了 游牧民族会派剑侦查敌情的游骑兵 撞剑就会战斗自杀 咱们这样 我觉得太招摇了 不知道 游牧民的游骑兵里 好像多了个虚空剑七层的凶神恶杀 我的目标 就是为了以那家伙出来 河团圆狼受到天小宫人的臭味了 狼公吃了他们 吃光天小宫的杂碎 已经来了 而且全都是虚空剑三种几步 没事 交给我吧 什么 他刚刚被什么打倒了 不知道 完全没看清 你们都是要死的人了 看那么清楚做什么 就剩你了 不过我不会杀你 我需要你回去 告诉你们游骑兵里最强的那个 我在这儿等他 若他不来 我就一直杀到他出现为止 这样 那个最强的应该很快出现了吧 光一个人回去传话 那人或许不会出来 咱们继续去杀几组 是 随后数日 秦峰与龙天歌不断深入狼牙草原 袭沙游牧一族 游骑兵小队十余个 甚至摧毁了游牧民族的 数个先锋云地 一时之间 狼牙草原的游牧民接船 天孝公派来了一头恶鬼 尔啊 你闭关突破的这段时日 天孝公派来一个恶鬼 搞得人心惶惶 而且他的目标挑明就是你 你要小心哪 老爹无需担心 既然他那么想死 我就去成全他好了 慢着 小心为妙 我允许你带 守护神大人 请守护神出手 看来老爹是想让那恶鬼被错骨扬灰啊 此战孩儿必胜 这几天坐在马配上 我真是腰都要断了 再坚持一下 我有预感 今天那家伙肯定会出来 真的假的 听说你 在找我 好强大的气场 曾定是那位最强的虚空颈基层了 不知道擎风能否打得过 你这傻大个就是最强啊 擎风居然还敢挑衅 好 好狂 狂妄 等你的身子分出两半后 我看你还能否开口说话 你这什么武器 竟然能毁掉我的武器 我只是拿剑挡了一下而已 是你的武器不够结实啊 你不会这样就完了吧 混账 芒芽套渊 是我等游武民族的地盘 岂能容你这一座放肆 守护神大人 你与我等赫连族人以加护吧 与我解体 迎赫连天 守护神 难道 这就是传闻中游武民的最强的妖兽 而且 他和那妖兽结合了 不好 这妖兽加上的人怕是达到虚空境九层跌峰了 据说草原部落会各自侍奉一只妖兽千年 是其为守护神 而守护神则可以为虚空境舞者提供助力 你死吧 在空空境的草原上 无法逃端雷电的力量 清风面对他 怕是乌鲁可逃了 不是 不是 你在我面前 装什么呢 什么 我守护神大人的背景力量 绝对受不了他 非实质性的元素 我的落神二世都可以轻松灭除 就没回 不会 再等等吧 我们回来了 啊 进了 哈哈哈哈 哈哈 我就知道他们平安无事 哼 来确认一下吧 我把贺连霸的手挤带了 贺连部落的最强守护神也被清风斩了 哈哈 双喜临门啊 所以我们回天孝宫吧 有这功绩 现在你肯定能当供奉了 哼 宫人秦智秦风共共 天孝宫 我已经光明正大了进来 你想灭我大秦帝国 我就要先灭了你们 马上来享受下供奉的特权吧 你可以随意使用天孝号修炼密室 你说的是那种充斥着天地灵气的设施 没错 天孝宫毕竟是神起大陆数一数二的志强门派 这些好东西还是有的 老人家 我可以选天孝号密室吧 那是新的供奉大人 当然天孝号在最上层 十一号就可使用 您请 就是这里了 这里用的无种阵法约束灵气 使其成为更容易被物者引入体内的状态 事不宜迟 抓紧修炼冲击虚空精二层 很好 但是还不够 配合通达归员丹 再多来一些 坠谷风势 这股风势 好大的灵气流动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是 为啥灵气 全都去我了那个供奉的房间 没有人能容纳如此巨量的灵气 它会死的 果然肉体压力并临即兴了吗 但是 我才不会认输 连破三境 虚空四层 没想到一下就虚空进五层了 不过好像透支了这里的所有灵气 功夫大人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只是修炼师的灵气似乎已经枯竭了 自天孝光创立以来 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 怎 怎么会 你们怎么来了 修炼师发生什么了 秦夫 你竟然连破四层 是啊 我一下吸光了这儿的灵气 真的假的 真有你的 现如今整个天孝宫都在传 修炼密室出现了异变 你之后形势要低调点了 小心有心人来找麻烦 兵来将挡 水来土野 我都要看看什么样的蠢货 这就是天孝宫的炼丹术吗 真是落后啊 新人依然供奉秦风在不在啊 你是 我是范少博 眼下您让修炼密室那灵气彻底枯竭的事引起了众怒 你总要为此补偿一二吧 如果您不平息众人的怒火 恐怕会刚上任 就被摘了乌纱 你们想我怎么做 我从奉剑长老那儿听说了 您似乎还是一位高阶炼丹师 只要您能炼制一定量的丹药 分发众人 并且充盈一下天孝宫的药库 我保证天孝宫内外再无人嚼舌根 如何 仅此而已 一日 秦风依照与范少博的约定 去往广场炼丹 奉献 那个范少博什么来头 他是天孝宫里 除了公主等虚神境外 公认不能得罪的人物之一 专门管钱的 范少博只对赚钱感兴趣 天孝宫这些年的扩张 带来了诸多财富 范少博的地位亦是与日俱增 这么说 这范少博 就是让天孝宫到处发动战乱的罪魁祸首 并非如此 他只是顺应了天孝宫的行动 在扩张中疯狂敛财而已 看样子是个腰包鼓鼓的主啊 或许可以拉拢后利用 范大人 可以炼丹了吧 嗯 开始吧 如今天孝宫 因缺少炼丹师的助力 扩张已经陷入凝制 若秦枫真是奉献他们说的强大炼丹师 只要我控制住秦枫 那我或许就能 果然 升入虚空精武层后 炼丹也愈发得得心应手了 哇 这光太耀眼了 这就是传闻中极瓶炼丹师 才能造就的丹炉异象吗 抱歉了各位 因我一人缘故 而让大家无法进入修炼密室 你们手里的通达归原丹 可以加速虚空精修炼速度 就算我给各位赔罪的礼物了 非常感谢秦枫供奉 没想到炼丹都能如此优雅 我从未见到过如此淫润如玉的丹药 秦枫依次性就炼制了几百颗丹药吗 如果是他的话 的确有可能助我成为新的天下宫公主 吕风海大人 范少博大人求见 让他离开 我谁也不见 别摆谱嘛吕风海 咱俩职位好歹差不多 多说说话嘛 谁让你进来的 别急啊 我带了不错的丹药哦 这 这丹药是 吕风海 这是我发现的新炼丹天才炼制的 如今你想要的继承人选 我已经替你找到了 接下来只要你助我 我便把此人让你 就问你是否答应 广场炼丹仅两天后 范少博便再次造访秦风 秦共凤 又有何事 啊 我从凤仙那里听说了 实际斩杀灼杀之主的 是你 我希望你能充当保镖 带领队伍陪我走一趟 你想去哪儿 我想让你护送我去无尽冰原 因为我知道某样旷式奇宝所在的位置 你在开什么玩笑 无尽冰原可是比荒漠禁区 还有危险数十倍的地方 没错 所以我提供的酬劳 也会很不错哦 那件宝物 我可以跟你对半分 这样 想高垮天孝宫 我需要更多情报 以及更高的地位 据调查 范少博是正副公主之下 职位最高的人 或许我可以先暂时和范少博站队 通过她获取更大的权利 宝物其实我不太看重 我更看重的是在天孝宫的职位 没问题 只要你能给我搞来宝藏 你要什么我都答应你 数日后 秦峰与范少博带队出发 此次深入无尽冰原 供奉秦峰市领队 所有人都听她的指令 是 大家都来了吧 我打探到副公主 马上要从王月森林归来了 要知道副公主和范少博的关系 可是相当糟糕啊 有多糟糕 二人都恨不得弄死对方的那种 因此我怀疑 范少博这一次去无尽冰原 或许是为对抗副公主做准备 是 是吗 此次范少博来冰原 盯上的恐怕是涌动金花 这是第一等的炼气素材 估计范少博想用此来对付副公主 这宝贝听起来不错 那我们势在必得啊 冷静啊 无尽冰原异常凶险 到处都是凶兽冰原巨熊 我们不能大意 冰原巨熊是群军魔物 一旦开战 四面八方的巨熊立刻就会赶来支援 一旦被拖住 后果不堪设想 说来就来 硬起来真是差啊 你这乌鸦嘴 秦峰供奉 对付这些玩意儿 我们没经验 就拜托你了哦 我会解决掉的 范大人 全体成员 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 守住非洲 巨兵熊 就交给我 被解决 趁着秦峰供奉提供的机会 赶紧脱离这片区域 全速前进 有这样的人护好 还真是轻松 外界也没有我想的那么危险 你师兄看起来很强 秦峰供奉 快来护我 给我滚 原本你们安分冬眠 还能长久地活下去 既然主动寻死 我就帮你一把 秦峰供奉强了 全靠你了啊 干掉它 那是冰原巨熊的独门秘法 被那个冰爪触碰到的任何生物 都会瞬间冰冻 我倒要试试 你身上的冰可有多叶 你魂笔 你也就到此为止了 魔熊的冰甲坚硬无比 秦峰使的什么武器 竟然能破甲 到此为止了 哼 妖合我就收下了 虽然这熊不比 浊沙之主那种 能口吐人言的妖舞 但妖合也相当不错了 好了 最强的冰熊解决了 接下来有打不过的 都交给我 果然 戴上秦峰是正确的选择 这秦峰一定要好生阿龙 唯我所用 让你的灭魂笔 吃掉今天打下的妖合吧 能帮助灭魂笔进化 我知道了 灭魂笔吞食了妖合后 能继承妖兽的一部分力量 吃了冰原巨熊的妖合 眼下你的灭魂笔 也具备了冰霜之力 哼 不过 平常抠门的范少博 今天居然肯把 所有妖合都送你 看得出来 他真的很想拉拢你 或许是吧 不过我想要的是 天孝公更大的职位 等找到永东金花后 再看看他们的诚意 深入无境冰原 约一周后 队伍抵达了目的地 就在这里吗 呜 没错 只有无境冰原腹地深处才可能会有 至传至今的永东金花 这就是 对 是永东金花 数量不少 永东金花 前世为止见到过一株而已 这里竟然有如此之多 太棒了 如此一来 我的计划就 等等 不对劲 这 这是 擒风 供奉 这 这是 这是冰晶边幅 每一只 都拥有着虚空界五层的实力 所有人 赶紧配合擒风供奉战斗 哼 无必紧张 对上这些冰晶边幅 其实不用战斗的 啊 冰晶边幅 是永东金花为自己的财产 性格温和 拿出好东西的话 他们或许愿意交换 我可否用这枚丹药 和你们交换永东金花 谢谢了 这也行 竟然真的能和妖兽做交易 哼 还有什么事吗 这 这难道是永东金花的花蜜 十多永东金花 耗费千年光阴 才可能出现一滴 就是要把花蜜都送给秦峰吗 那般可遇不可求的宝物 居然 对你们而言 我的丹药有着如此价值吗 那我就不客气地收下了 此次深入无尽冰原的目的 已经完美达成 启程返回天孝宫 我想过各种得到 永东金花的战斗过程 但没料到会这么顺利 哼 我就说秦峰厉害吧 来 跟 跟 秦峰供奉 你为我拿到东西 那我答应提升你的职位 也会说到做到 不过 只是那副公主 可不想给你这个外来人 晋升的机会 好 以范大人来看 我该如何是好 想晋升 当然上面得有空位啊 不如你我联合 不如你我联合 将副公主给你 那副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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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望杀掉 就有望杀掉副公主 只要是成 你就能与我一起分享 副公主的一切权利 没问题 一步一个套 范绍伯果然是想利用我呀 但先将计就计吧 吕老二出来见新人了 哦 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我天孝公第一练丹师 吕丰海 久仰大名 之前那通达龟元丹 是你炼制的 很好 非常好 谢谢您的夸奖 吕老二 丹药算什么 我将你最需要的东西带来了 咱们先讨论下 如何干掉副公主吧 副公主名为雨灵 虽为虚神剑 但应是服药破剑 留下顾及 以至于如今 还在寻找根治的方法 也下 正是下手时机 所以万事俱备 只欠你了 吕老二 我需要你准备好那份 能杀死你弟子的 毒 没问题 之后数日 秦峰和吕丰海 未曾踏出炼丹室一步 只为了炼制丹药 范少博 则与凤仙 灵蓝碰头 商讨 西沙 副公主 雨灵的细节 竟然这么久了呀 涌动金花竟然能炼出 这么邪门的丹药 这老头技术还行啊 哦 本以为要一个月 结果七天就炼出来了嘛 看着不错啊 能 能这么快完成 都靠秦峰 如此强大的理解力 你就是未来单道引领者呀 过奖了 眼下准备工作已经结束了 明日就动手吧 雨灵大人 音乐乎太大 我们还是无法锁定 妖兽的位置 无妨 继续找就是了 但必须给我找到 啊 究竟是谁 竟敢攻击副公主 又在做篡权夺位的美梦了吗 范少伯 知道是我就好啊 是时候把位子让出来了 雨灵 炸子范少伯 就凭你也敢对雨灵大人出手 你先顾我这关吧 什么人 怎 怎么会 往前 我不敢